第2601章和尾天道 白龙发来传讯 相继天行汇报了一个好消息 自从伐天神宫被毁 睁南元帅陨落的消息传开后 五座大陆的伐天族都崩溃了 许多舰长都驾驭着战舰 带着麾下的战士们 狼狈逃离子消心 还有许多来不及逃走的伐天族 都被各座大陆的强者们围杀了 当然 无数伐天族余孽四散奔逃 躲进了荒屁无人的地带 或是人机罕至的险境中 这三年里 白龙和三头神兽一直在奔波老路 他们逐个搜索五座大陆 利用神通秘法找到了许多伐天余孽 统统都灭杀了 经过三年的搜捕 他们踏遍了五座大陆 斩杀了三十余万伐天族 如今的五座大陆上 伐天族都被清除 已经回归和平了 即便还有极少数的伐天强者 或许躲藏在某处 暂时没被发现 但这无伤大雅 个别法天强者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五座大陆重归安宁之后 便是各大种族 各大势力之间的纷争 一个又一个帝国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十几位武神境的强者 纷纷收服各大帝国 组建一个又一个神国 五座大陆的势力格局正在洗牌 新的秩序正在诞生 在传讯的最后 白龙语气玩味地询问 纪天行 有没有兴趣掌控紫霄星 只要他登高一呼 五座大陆的神国都会回应 到时候 纪天行就是紫霄星的守护者 也是地位最崇高的新主 看完传讯后 纪天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给白龙回了一道讯息 当什么新主 维师是那种在乎虚名的人吗 别耽误时间 你们尽快到灵之大陆集合 维师去跟你们会合 带你们离开紫霄星 返回五行世界 这次在紫霄星 维师经历了一些事 给了维师很大的启发 维师敢肯定 五行世界极不平凡 隐藏着惊天动地的秘密 小白 想不想跟维师一起 揭开这个惊天之谜 维天行将这番话 封存在传讯玉剑中 挥手打了出去 西欧 传讯玉剑飞上高天 化作一抹灵光消失了 维天行也加快速度 直奔灵之大陆而去 短短三天后 维天行抵达灵之大陆 大陆中间有座方圆 二十万里的大湖 被称为内海 维天行和白龙约定了 就在内海中见面 这天正午 艳阳高照 一望无际的湖面上 波光灵灵 湖面上空 盘踞着三头体型巨大如山的神兽 剧中者是一条长达两千丈 通体冰蓝色的巨鲲 左边是一条三千丈长的黑龙 右边是大如山月的冰蓝色天湖 一位身穿白衣 俊美妖裔的少年 正站在蓝坤的头顶 举目眺望着远方 这时 一道金色流光划破天空 落在了湖面上空 刷金光练曲之后 显现出一位白袍青年 正是维天行 见他到来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满腔欣喜地迎了上来 弟子参见师尊 白龙飞到继天行面前站定 毕恭毕敬的鞠躬行礼 起身吧 继天行微微汗手 白龙满腔兴奋地望着他 即不可耐地问道 师尊 您之前在传讯中说过 要带弟子去解开五行世界的惊天之谜 到底是什么秘密啊 您在紫霄神宫中经历了什么 呵呵 就知道你会感兴趣 继天行轻笑一声 祭出了天行战舰 先上战舰 咱们边走边说 漆黑冰冷的战舰长达两千丈 悬浮在天空中 继天行当先跨入 白龙颈随其后 蓝坤 千月和黑龙都缩小身躯 依次飞进战舰中 战舰的舱门关闭后 由白龙驾驭着 快如极光地飞上天空 朝天外飞去 这时 继天行才把之前发生的事 详细讲了一遍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认真地 倾听着 两课钟后 继天行讲完了事情经过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若有所思 隐约明白了什么 沉默了片刻后 白龙才语气郑重地道 紫霄天尊说 凡人世界不可能出现天神 不只紫霄心欲 其他心欲也是如此 他觉得这是天道法则的限制 弟子也觉得靠谱 可是 上一任紫霄天尊就是天神强者啊 蓝道说 上古时代没有天道法则的限制 千月瞪大了双眼 语气古怪的道 上古时代没有天道限制 现在却有了 蓝道天道规则还能改变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黑龙问声问气地嘀咕道 天道究竟是什么东西 济天行面色肃然的道 天道不是东西 我前世也没弄明白这个问题 蓝坤接话道 如果天道规则真的发生改变 那绝对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白龙饶有兴趣的道 这只是问题之一 天道规则有没有变化 为何要改变 咱们的好好研究 另一个问题是 上古时代的五行世界 曾出现过大批天神和神军 甚至还有神王 但是 紫霄星的最强者 就只有一个天神 根本没出现过神军和神王 就连其他的凡人世界 也没出现过天神之上的神灵 这就说明 五行世界非常特殊 跟普通的凡人世界不一样 济天行维维汉守道 没错 白龙你说到点子上了 你想一想 天神 神军和神王都生活在哪里 白龙不假思索地达道 师尊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在龙界和神界啊 济天行又问道 那你明不明白 为何这些神灵只能在龙 神两界 白龙想了一下 满脸笃定地达道 那是因为 天神 神军和神王的力量太强大 只有龙 神两界是高等未念 近乎永恒的世界 才能容纳那么多强大的神灵 要是在凡人世界 一个神军都能毁掉整个星辰 神王强者来了 一拳就能打爆一个世界了 济天行露出了高深莫测的微笑 语气玩味的道 可是在上古时代 五行世界也出现了很多天神 神军和神王 甚至 五行世界还发生过众神大战 为何这颗星辰没有被毁 还存续到现在 听到这里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争了一下 玄机恍然大悟 第2602章大帝降临 吃尊 我明白了 白龙恍然大悟 情绪激动 双眼中闪烁着金光 蓝坤 千月和黑龙也望着济天行 激动得热血沸腾 老季 你实在太厉害了 这都能想到 太不可思议了 果然不愧是惊天之谜 若这件事是真的 那绝对是震撼诸天万界的奇闻啊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没有说出答案 因为 既天行提醒到如此地步 答案早就昭然若揭了 面对白龙和三头神兽的目光 既天行微笑着道 在此之前 我一直考虑着 等瑶瑶和柯柯突破真神 就带他们一起飞升神界 但是 咱们遇到了如此有趣的事 接触到这个惊天秘密 我决定战时不飞升 先解开谜底再说 白龙连忙点头 满腔其代帝说道 师尊 弟子非常赞同您的决定 不管上辈子还是这辈子 咱们都没遇到这么刺激的事 若不能解开谜底 定会遗憾终生啊 千月也连忙开口附和 道 老季 神界有什么好玩的 咱们还是先研究五行世界吧 黑龙沉生说道 反正我跟着老季 一切遵从他的决定 蓝昆沉默着没说话 反正他的意见也不重要 既天行又接着说道 既然你们都同意这件事 那咱们回到五行世界以后 就立刻开始调查 紫霄洞是一处秘境 也是一度空间 但它存在于紫霄星的地合之中 这也让我的道启发 咱们调查五行世界 就先从地心深处开始 他的话还没说完 苍穹之上就飞来一道灵光 钻进天行战舰 落在他的面前 灵光散去后 现出一块巴掌大的黑色欲解 这正是既天行用原石炼制的传讯欲解 可跨越星辰和虚空 难道是摇摇 或者磕磕发来的 看到原石欲解时 既天行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可能 然而 当他拿起原石欲解 用神识读取里面的内容之后 顿时就变了脸色 皱起眉头 这枚原石欲解 竟是银月神主发来的 当初祭天行和他道别之前 给他留下了一块原石欲解 作为对他的奖赏 那是他和银月神主之间 仅存的一点联系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 银月神主是不会动用的 欲解里的内容很简短 只有一句话 天行 快逃离子消心 发天大地来了 银月神主的声音有些沙哑 与其非常焦急 还有浓浓的无奈 祭天行听得出来 银月神主受伤了 他手握着原石欲解 双眉紧簇 与其低沉的泥南道 遭此危机 他不是向我传讯求助 却提醒我快逃 这个傻女人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看出 他神色一样 连忙开口询问 师尊 发生什么事了 老季 你说的傻女人是谁 磕磕吗 老季 咱们是不是有麻烦了 祭天行收起原石欲解 陈生说道 是银月神主发来的传讯 他遇到了伐天大地 传讯提醒我快逃 白龙和三头神兽 顿时也神色大变 什么 伐天大地来了 竟然这么快 伐天族的老巢 不是在其他心欲吗 众人都满腔惊讶 原本激动的心情 也变得沉重起来 祭天行语气肃然地下令道 白龙 加速进入虚空 我在给银月神主传讯 询问他具体情况和位置 也不知道 他是在紫消心 还是回越灵足了 白龙知道事情严重 更明白祭天行的秉性 绝不会坐视不理 更不会仓皇逃跑 他连忙操控天行战舰 加快速度飞向天外 继天行也拿着原始欲解 给银月神主发去一道传讯 然而 两刻钟之后 他也没收到银月神主的回讯 不知不觉 半个时辰过去了 天行战舰离开紫消心 穿过暗紫色的神光护照 进入到黑暗冰冷的虚空中 虚空中极尽无声 放眼望去 只能看到无边黑暗 以及黑暗深处的万千星辰光点 祭天行和白龙观察了片刻 并未发现异样 于是 白龙驾驭着天行战舰 围绕紫消心飞行 探查虚空中的情况 月末两个时辰后 祭天行忽然看到 前方的虚空中 有一道道暗红色的光柱亮起 无数道巨大的暗红光柱 如箭矢般划破虚空 狠狠轰向紫消心 笼罩着紫消心的神光护照 被暗红光柱轰得连连战斗 梦见出千万块紫光碎片 距离格的太远 又是在虚空中 祭天行等人听不到 巨响声传来 但他能猜到 那些暗红光柱的威力强悍 很快就能轰破紫消心的 神光护照 白龙 在加快点 祭天行沉声下令 明白 白龙眼面色肃然 倾尽全力地施展神术 让天行战舰的速度爆发到极限 半个时辰后 天行战舰狂飙了八万里 逐渐接近了那些暗红光柱 直到这时 祭天行才能看清楚 漫天暗红光柱的来源 竟是一座长达万米 外形猙獰的黑色战舰 那座漆黑的战舰 比所有法天战舰都大 其外形犹如一头上股巨兽 长着一双狭长锋利的翅膀 张开了血盆巨口 露出八根锐利的獠牙 战舰上布满了神圳纹路 还有许多法天族的图案和符号 散发着强大无比的威压气息 祭天行双目紧盯着那艘战舰 沉声道 这艘战舰 比正南元帅的作舰更大 品级也更高 竟然达到了天神级 看来 那时有八九世法天大帝的作舰 天神级战舰 白龙皱起眉头 面色凝重地道 纵观各大星域和三千世界 都没有天神强者 那艘天神级战舰 岂不是纵横三千世界 无人能挡 祭天行点点头道 当然 否则 法天族为何有横扫三千世界的野心 白龙又追问道 师尊 那法天大帝的实力 有没有达到天神境 祭天行摇了摇头 语气肃然的道 自然没有 天道规则有限制 哪怕法天族蒙受神恩庇护 也不可能改变天道规则 那就好 白龙松了口气 轻笑着道 只要不是天神 咱们就有机会打败他 第2603章 法天大帝的礼物 白龙说得轻松 却有几分鼓舞士气的意味 他心里很清楚 不提罚天大帝如何 仅是那艘天神级战舰 就够他们头疼了 与此同时 十几道巨大的暗红光柱 狠狠轰中了紫消心的神光护照 那道巨大无比的紫光护照 本就被轰得千疮百孔 不满裂痕了 只听到轰弄一声巨响 紫光护照再也承受不住如此恐怖的威力 当场崩溃了 千万块紫光碎片蹦践出来 散落在虚空之中 犹如万千紫色蝴蝶翩翩飞舞 紫光护照上 出现了一道方圆数十里的缺口 无穷无尽的天地灵气 从紫消心内泄露出来 涌进了虚空中 天神级战舰暂时停止跑轰 加速向那道缺口飞去 眼看着 天神战舰离缺口越来越近 即将进入紫消心 既天行眉头一皱 乘生贺令道 白龙加速拦截 绝不能让他进入紫消心 一旦天神战舰进入紫消心 天行战舰再去拦截 势必会发生大战 像他们这种层次的强者大战 足以大幅破坏紫消心 留下满目疮痍和废墟 甚至 双方追逐厮杀的话 还会波及各座大陆 那将是毁天灭地的后果 白龙到了生尊命 立刻施展秘法 将天行战舰的速度爆发到极限 唰 终于 在天神战舰进入缺口之前 天行战舰感到缺口处 将其拦下了 天神战舰立刻停止前进 悬浮在虚空中 对准了天行战舰 弄弄弄 随着一阵沉门的金属声响 天行战舰的舱门打开了 即天行脉部踏出 傲立于虚空中 目光冰冷地望向万丈之外的天神战舰 天神战舰的舱门也打开了 一道高大魁梅的身影 从战舰中走了出来 既天行并惊望去 便看清那是一位身高三丈 恐无有力的中年男子 其上半身与人族相似 有着宽阔的胸膛 两条结实有力的臂膀 还有一张轮廓分明的威严脸庞 但他的下半身如同龙马一样 马身长着四只蹄子 扑着一条金光闪烁的龙尾 他浑身呈黑金色 有着密密麻麻的纹路 犹如神灵所赐的神纹 宽阔的双肩上 披着一条宽大精致无双的暗金色披风 在虚空中轻轻摆动 脑袋上还戴着一顶九天无极赤金罐 压着满头紫色的长法 既天行明白 法天族的力量以颜色区分强弱 普通法天强者的力量是暗红色的 真神强者的神力暗红发紫 从那位中年强者的发色来看 其实力已达到真神境极限 距离天神境不远了 既天行目光冰冷地盯着中年男子 用神童秘术观察了两眼 便逼声尼南道 法天大帝真神境九重 与此同时 法天大帝也在打量既天行 看清既天行的模样后 他双瞳为缩 挑了挑眉头 生如红中的道 本帝还以为是谁 竟然不知死活 敢挡本帝的作剑 没想到 竟然是你这个混账 法天大帝的声音 有穿金烈石振折神魂的威力 语气也冷酷漠然 充满了避逆天下的霸气 既天行露出一抹玩味的冷笑 道 哦 如此说来 不用我自报姓名 你也知道我是谁了 法天大帝掠了咧嘴角 语气森然的道 当然 既天行 你破坏我族的法天大业 屠杀了我族那么多精锐战士 甚至 你还联合那只金鹏鸟 即杀了争南元帅 令本帝痛失一鸣爱疆 这一笔又一笔账 本帝都给你记着 本帝御驾清征 正要进入紫霄新找你 既然你自投罗王 在此处遇见了你 那就省事了 既天行轻笑一声 语气自信的道 我也很想见识一下 妄图征服三千世界的法天大帝 究竟有多少精良 若是连我这关都过不了 你又有什么资格称霸诸天 呵呵呵 成口舌之力有何用 罚天大帝满腔不屑地冷笑一声 道 在诛杀你之前 本帝先送你一份礼物 初霸 他抬起右手打了个响指 天神战舰内 立刻走出一名通体但紫色的罚天强者 此人上半身如人类 下半身如豹子 浑身长了一片又一片黑色斑点 而且 此人也是一名真神强者 实力达到了六重镜 最重要的是 他那宽大 锋利的右爪中 拎着一位身高七尺 体型窈窕的女子 此女穿着银色长裙 容貌清纯净丽 额头长着一轮月牙印记 后背还有一双银色羽翼 她的长相有些青涩 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 还有几分稚嫩 但是此刻 她早已是衣衫蓝绿 披头散发 气息微弱地蜷缩着身躯 她浑身上下都布满了伤口 不断往外冒出淡银色的鲜血 许多伤口都能看见骨头 身受如此重创 即便她还活着 却也是奄奄一息 亦是接近昏迷了 看到这一幕 祭天行顿时脸色一变 双目中闪过一抹寒光 颖月神主 他竟然被罚天大地抓住了 这时 天神战舰内又走出四名身穿银甲的罚天武神 从装束和打扮来看 那些武神都是罚天大地的护卫 他们站在罚天大地身后 一字排列开来 每个人的手中 都拎着一位满身血迹 伤痕累累 瀕临昏死的一族武神 这四名一族武神的外形 跟颖月神主都有些相似 应该都是月灵族的强者 见此情景 既天行的眼神欲发冰朗 心中暗想到 颖月神主和他麾下的四名武神 怎么会落到罚天大地的手中 罚天大地没杀他们 为何要留活口 还故意给我看 当他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时 罚天大地满脸冷笑地开口说道 既天行 这几个月灵族的爬虫 你应该不陌生吧 凑巧的是 本地即将抵达此消心时 发现了他们 本地将他们情下之后 略施小记 就读取了颖月神主的记忆 让本地很意外的是 他不仅认识你 跟你的关系还很清静 呵呵 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位颖月神主一生都不曾动情 唯独对你动了心 你是不是很惊喜 很意外 第2604章 他绝不能活 罚天大地的话 犹如一柄利刃 狠狠刺进了既天行的心脏 他表面不动声色 身躯却是颤了一下 罚天大地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罚天大地咧了咧嘴角 与其信念的冷笑道 自然是要请你欣赏一出好戏 一点点折磨你 他对你动了情 本地天要当着你的面 用焚天神燕将他炼成灰烬 本地要让你亲眼看着 他在万般痛苦中死去 他在你的面前死去 而你却无能为力 一边说着 罚天大地抬起了右手 宽大的掌心中 升起一缕岸金色的神燕 烈烈飘舞 哪怕隔着万丈之遥 既天行也能清楚感应到 那缕神燕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他心中涌出冲天怒火 表面却保持冷静 语气漠然地道 罚天大地 你未免太天真了 赐你我这般境界的强者 谁又会把他人的生死 放在心上 更何况 我和银月神主 只有一面之缘 不论你如何折磨他 都跟我无关 对我毫无影响 哦 罚天大地挑了挑眉头 脸上的笑意愈发玩味 他侧头望着 奄奄一席的银月神主 冷笑道 银月神主 你听到了吗 你对济天行一片真情 他却是你如无物 压根不在乎你的死活 此时此刻 你有何感想 节节节节 银月神主并未理会 罚天大地 艰难地抬起头 双眼迷蒙地望向济天行 他的嘴唇行动着 血水在喉咙中翻滚 却说不出话来 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于是 他动用谨慎的神魂力量 对济天行传音说道 你这个笨蛋 我不是 已经 提醒过你吗 你为何不逃 为何 还要 来送死 毫无疑问 济天行刚才说的那番话 他根本就不相信 他心里明白 济天行故意跟他贴亲关系 就是想保护他 所以 法天大地的挑拨并无效果 哪怕他身陷淋雨 即将死去 也不曾埋怨过谁 仍在为济天行担忧和交集 济天行的心有些战斗 与其保持平静的传音问道 你明明已经离开了紫消心 为何还要回来 我 银月神主犹豫了一下 低下头不肯回答 济天行知道他有所隐瞒 再次传音问道 说啊 你为何还要回来 银月神主勉强抬起头 面露一丝苦笑 传音道 我回到月灵族 清除了 所有伐天族 令月灵族 恢复和平了 但我知道 你还在紫消心 伐天族大军 很快就会来找你 报仇 所以 我带着仅剩的四位武神 来紫消心帮你 抵挡伐天族的报复 原来如此 既天行恍然大悟 难怪迎月神主去而复返 他始终放心不下他 解决了月灵族的危难后 愿敢回来帮他 但是 天意弄人 他带着四位月灵族武神 即将抵达紫消心时 却遇到了罚天大地 这是一个巧合 也是一个悲剧 谁也想不到 罚天大地进来得如此快 如今 悲剧已经发生了 既天行的心情十分复杂 双目凝视着迎月神主 沉默了片刻后 只能道出三个字 你 真傻 迎月神主非但不生气 不感到沮丧 反而翘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温柔 甜静 带着几分心安与释怀 还有几分解脱之意 可我 不后悔 既天行轻轻摇头 传音道 你这又是何苦 隐悦神主还想再说些什么 神魂力量却更加微弱了 罚天大地也看出端倪 声如红中的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纵然你们传音交谈又如何 岂能瞒得过本地 生离死别的滋味 一定很美妙吧 大笑之后 罚天大地的脸色变得森然 与其冰冷地喝道 既天行 他的遗言交代完了 你可以睁大眼睛 看着他去死了 话音落实 他宽大的又掌一番 便将焚天神宴打出 飞向盈月神主 几乎在同一时刻 既天行徽掌打出斩神飞刀 刺向那道焚天神宴 并且 他也施展瞬仪之术 瞬间跨越万丈之遥 冲到了罚天大地的身旁 他没有进攻罚天大地 悍然拔出藏天剑 斩向那位真神六众的罚天强者 他要抵挡焚天神宴 还想救走盈月神主 然而 罚天大地和那位罚天强者 早有防备 季天行刚冲到罚天大地身旁 罚天大地就抬起双掌 朝他迎面拍来 砰 两只宽阔的巨掌 同时拍中了季天行 爆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他的胸口当即凹陷下去 口中喷出一股血溅 身不由己的侧飞出去 那位罚天强者也拎着迎月神主 闪身向后退去 砰 斩神飞刀化作一缕金芒 怦然击中了焚天神宴 焚天神宴顿时崩溃 犹如烟花般绽放开来 笼罩了方圆石杖 十几彭岸金色的火星 溅落在迎月神主的身上 立刻燃烧起来 刷金色神宴腾空而起 化作十几条金色火蛇 缠绕着迎月神主 快速焚烧他的神区 他的衣衫 长发和血肉 以及快的速度消融 化作一缕缕黑灰 无与伦比的痛苦 令他浑身抽搐 扭曲起来 仰头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万丈之外 济天行好不容易卸掉冲击力 停在了虚空中 看到迎月神主 被焚天神焰缠绕 痛苦万分的模样 他愤怒得目自欲裂 幕后一声又冲了过去 然而 还不等他冲上天神战剑 法天大帝就踏步迎了上去 济天行 别痴心妄想了 本地要他死 他绝不能活 一边冷喝着 法天大帝挥动双拳 迎面砸向济天行 两道巨大的暗紫色拳影 吸着轰杀一切的威力 瞬间杀到济天行面前 济天行无奈 只能挥剑抵倒 展出十八道炫金剑光 砰砰砰砰 拳影和炫金剑光碰撞 爆出一连串的巨响 在虚空中震荡 暗紫和炫金色的光芒碎片 立刻爆炸开来 溅落在虚空中 恐怖的冲击力 又把济天行震得倒飞二十里远 真神九重镜的强者 就是如此霸道强悍 第2605章盖世之战 济天行与法天大帝连续交手两招 都被击退了 不仅没占到丁点便宜 自己还受了不轻的伤 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便是如此悬殊 毕竟 法天大帝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真神九重极限 严格来说 他与天神镜只有半步之遥 或真价实的半步天神 而既天行只有真神镜三重的实力 哪怕他天赋杰出 战力超群 也只相当于普通的真神镜六重 最多不超过七重 如何能抗衡半步天神 刷 缠绕着银月神主的十几条金色火蛇 快速扩散开来 化作一大棚冲天神宴 笼罩了他全身 他置身于雄雄神艳之中 身躯快速消散 化作黑灰散落在虚空中 大概是痛苦到了极致 就感觉不到痛楚了 他竟然冷静下来了 在临终之前 深深地看了寄天行一眼 那一眼之中 包含了太多的复杂情感 既有遗憾和不舍 也有欣慰和解脱 唯独没有后悔 没有怨恨 他生命中最后时刻的眼神 令寄天行的心有些刺痛 永远铭记 但他已经尽力了 通论 罚天大帝蛮横无双地冲过来 挥动双拳砸碎了漫天见光 再次将他逼退了 他无法跟罚天大帝正面拼杀 只能瞬移后退 与之游走缠斗 罚天大帝占据上风 更加的是不饶人 不依不饶地追了上去 两人在虚空中展开激斗 逐渐远离了两艘战舰 与此同时 天神战舰上那位罚天强者 祭出了一口紫色神刀 他手握着紫色神刀 刷刷刷地斩杀了四位月灵族武神 将它们劈成了几节 鲜血蹦剑开来 断肠几节的尸体倒在甲板上 罚天强者徽掌打出几团紫色神火 很快就把那些尸体烧成了灰烬 至此 四位月灵族武神也步了迎月神主的后尘 化作黑灰散落在虚空中 就此陨落了 罚天大帝一边猛攻济天行 一边传音对罚天强者下令道 帝师 毁了济天行的战舰 站在天神战舰上的罚天强者 立刻传音达到 谨尊大帝之命 原来 这位真神静六众的罚天强者 是罚天族的帝师 也是罚天大帝的心腹军师 他挥手并退了四名迎甲护卫 那四人连忙返回天神战舰内 弄弄弄 战舰的舱门立刻关闭了 罚天帝师独自站在虚空中 挥动紫色神刀 下令道 开炮 煞时间 天神战舰的数百个炮口 都亮起了紫色神光 喷发出三百多道光柱 轰轰轰轰 三百多道紫色光柱 犹如剑雨一般 齐齐轰向天行战舰 封锁了方圆几十里 天行战舰内 白龙早就在施展神术 积蓄着磅薄的神力 刷 随着金色神光亮起 一道方圆两千丈的光照出现了 将整艘战舰都保护起来 同时 天行战舰也爆发出最快的速度 朝着远处退走 轰轰轰轰 尽管天行战舰躲掉了上百道光柱 却还是被两百多道光柱轰中了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金色的神光护照 当场被轰得剧烈波荡 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缝隙 现出无数坑洞 强悍无匹的冲击力 也把天行战舰震飞百里远 好在 神光护照抵消了八成威力 天行战舰也是原始所著 防御堪比天神器 这才没有受损 双方拉开距离之后 白龙连忙操纵天行战舰 展开了反击 轰轰轰轰 天行战舰的两百个炮口中 也喷发出耀眼的金色光柱 朝阀天大帝的坐舰轰去 让白龙感到意外的事发生了 他本以为 阀天大帝的坐舰会避让 或者凝聚神光护照 比挡他的进攻 但他没有想到 那艘天神战舰竟然无视了他的进攻 毫无躲避的意思 砰砰砰砰 两百道金色光柱 全都轰中了天神战舰 爆出正耳欲聋的巨响 恐怖的冲击力 顿时将天神战舰轰飞了 翻滚着飞出上百里远 漆黑如墨的战舰表面 也留下了许多坑凹和痕迹 天神战舰之内 诸多赢甲护卫们一片哗然 都惊骇莫名 去空中的伐天帝师 看到这一幕也皱起眉头 眼中闪过浓浓的诧异之色 济天行的战舰 竟能打伤大地的伐天神剑 这可是天神级的作剑啊 难道 济天行的战舰 也是天神级的 想到这里 伐天帝师身躯一阵 暗自摇头道 这怎么可能 大地蒙受神恩 得到上界神灵的赏赐 才能打造出天神级战舰 济天行何的何能 怎么可能拥有天神级战舰 心中震惊 疑惑之下 法天帝师也无法保持平静 不愿坐镇观战了 他身影一闪 就化作一道紫光冲向天行战舰 握着神刀狠狠劈下 刷 两道掌达百里 炫紫色夺目地开天光刃 轰然斩向天行战舰 围急关头 白龙和三头神兽合力施法 操纵天行战舰进行瞬移 刷 天行战舰爆发金光 瞬间挪移百里之遥 惊险躲过了两道开天光刃 不仅如此 战舰还释放出漫天光柱 朝伐天帝师轰去 伐天帝师愈发惊讶 他也更加确定 天行战舰的品级超凡 肯定是天神级战舰 围急关头 他也施展瞬移之术 在虚空中挪移三百里 躲过了漫天光柱的轰杀 退到原杵之后 法天帝师握着神刀 目光灼灼地望着天行战舰 逼鹤道 果然是天神级战舰 本作明白了 并然是蒸南元帅所说的无界神石 继天行的那艘战舰 肯定是用无界神石打造而成 难怪如此强悍 明白了原因 法天帝师扭头望向虚空深处 寻找法天大帝的身影 他想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立刻禀报给法天大帝 然而法天大帝追着季天行狂猛进攻 早已飞到了万里之外 双方正在虚空中激战 打得光影滔天 剑气纵横 方圆万里之内 都被刀光剑影封锁了 几乎看不清其中的景象 尽管如此 法天帝师也丝毫不担忧 他坚信 法天大帝斩杀季天行 易如反掌 而他要做的 就是完成法天大帝的吩咐 摧毁或者拿下季天行的战剑 第2606章最强劲的对手 既然确定季天行的战剑是天神级 法天帝师也不再白费利器 他非回法天大帝的作剑 心自驾驭这艘天神战剑 对天行战剑发起了猛攻 轰轰轰轰 数以百计的紫色光柱 如剑语般传射而出 笼罩了天行战剑 白龙早有防备操纵天行战剑 释放出漫天金色光柱 与天神战剑展开对轰 砰砰砰 金色与紫色的光柱 在虚空中狠狠碰撞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两种颜色的光柱都崩溃了 爆城铺天盖地的碎片 被狂暴的冲击力挟裹着 在虚空中刮起耀眼的飓风 天神战剑的炮轰 就这样被化解了 罚天帝师愈发惊讶 不可置信地低喝道 可恶 对方竟然拦下了本作的炮轰 能把战剑操控得如此精妙准确 那驾驭战剑的人 绝对实力不俗经验丰厚 近千年来 罚天帝师曾无数次驾驭战剑 在虚空中厮杀交战 不知多少艘战剑 被他用战剑轰成碎渣 亦不知有多少个世界 被他的战剑轰破防御 进而被侵略和奴役 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 他驾驭着天神战剑 与天行战剑厮杀 在虚空中飞舞穿梭 速度爆发到极限 双方交战了半刻钟 法天帝师也没占到便宜 甚至他拿天行战剑毫无办法 既无法拦截 也不可能将其击溃 他只能咬牙坚持着 与天行战剑追逐厮杀 耐心等待对方露出破绽 他相信战剑驾驶者的经验 在怎么封后 也终有露出破绽的时候 另一边 十万里之外的虚空中 既天行和法天大帝仍在厮杀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非常激烈 当然 法天大帝始终占据上风 掌握着主动权 他不断加速进攻 挥动宽阔的双掌 打出铺天盖地的紫光掌影 封锁了方圆百里 既天行身处重重掌影之中 完全被紫光包裹了 无处可逃 方圆百里的虚空被封印了 哪怕他动用空间法则之力 勉强能逃出金光掌影的封锁 也必定会被打伤 无奈之下 他只能倾尽全力地施展剑道绝学 握着藏天剑狠狠刺向侧方 一剑通天 藏天剑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结成一道长达千丈的巨剑 爆发出洞川一切的威力 轰然刺中了一道金光掌影 通漏 金光掌影被洞穿了 爆裂城铺天盖地的碎片 溅落在虚空中 千丈巨剑也支离破碎 化作无数金光碎片 在无数道金光掌影 即将拍中既天行时 既天行动用空间法则之力 身影一闪就逃了出去 刷 他瞬间穿过那道缺口 模一道两百里之外 伐天大地的攻击落空了 也瞬移两百里远 追到既天行身边 既天行双手握着藏天剑 毫不犹豫地横扫而出 刷 一道月牙般的炫金色剑光 瞬间劈中了冲过来的伐天大地 然而 伐天大地以雄魂神力结成一堵墙壁 挡在了身前 轰隆 巨响声中 月牙剑光狠狠劈中了紫光墙壁 剑光当场崩毁 紫光墙壁也被斩得连连战斗 崩开密密麻麻的裂缝 强大的冲击力 将伐天大地震退十步 满头长发烈烈飞舞 趁着这个机会 既天行连忙顺移三百里 跟伐天大地拉开了距离 只是 伐天大地冷笑一声 一步跨出三百里 再次追上了他 小畜生 事到如今还负于顽抗 又有何用 一边冷笑着 伐天大地探出左掌 朝既天行抓去 一道大如山月的紫光剧长 从天而降 伸展着五根巨大的手指 笼罩了既天行 眼看要被擒拿 既天行连忙挥动藏天剑 使出了绝学剑法 一剑浮生 既天行爆发汹涌浩荡的神力 注入藏天剑中 与藏天联手展出一道万丈巨剑 轰隆 金中泛黑的万丈巨剑 轰然斩破了紫光剧长 既天行向上飞起 要穿过紫光剧长的缺口 逃脱罚天大地的擒拿 然而 罚天大地早已挥动右掌 批出一道紫光剧刃 砰 随着一声温响爆出 既天行来不及躲避 当场被紫光剧刃批中 口吐鲜血地飞了出去 他在虚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朝百里之外跌落 还不等他落下 罚天大地又大步追上 双掌一分一挫 打出一道长达十里的紫光巨龙 昂 外形猙獰 凶悍的紫光巨龙 发出一声震耳欲龙的咆哮 狠狠轰向既天行 下一杀 既天行就要被紫光巨龙轰中 必定会身受重伤 围急关头 他只能双手紧握藏天剑 爆发出最强力量 精气神合一 狠狠批出一道长达十里的开天巨剑 一剑开天 璀璨耀眼的开天巨剑 轰然批中了紫光巨龙 爆出一声震荡环雨的巨响 轰隆 那一杀 紫光巨龙被踢成两半 一分为二 蹦践出数以万计的紫光碎渣 开天巨剑也轰然破碎 散落在虚空中 但是 恐怖绝伦的冲击力 又将纪天形轰飞了 他加速到飞出去 砸向百里之外的虚空 刚刚压下的内斧伤势 再次恶化 变得更加严重 口鼻中又溢出了金色神血 可恶 他果然是半步天神 力量和速度都超过我太多 纪天形眉头紧皱 心中暗骂一声 焦急的私存对策 好在 他当才利用大地法则 增强了自身防御 化解了大部分冲击力 如若不然 他的伤势还会更加惨烈 可惜这里是虚空 无处借力 大地法则的功效大打折扣 若是在某个星辰上 我就能发挥出大地法则的威力 并能挡住伐天大地的强功 既天形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很快就有了主意 他决定战壁锋芒 逃离虚空 进入某颗星辰 在跟伐天大地一较高下 虽然他离子消心很近 但他不愿逃回子消心 一旦在子消心内厮杀 定然肆虐几座大陆 波及数十亿黎民百姓 他和伐天大地厮杀的战斗余波 足以毁天灭地 令子消心生灵涂炭 所以 他只能逃向虚空深处 寻找一颗无人的星辰 第2607张大帝傻眼了 哼 就在寄天形私存之际 法天大帝又追过来 一掌将他拍飞了 好在他早有防备 利用大帝法则结成屏障 挡在了身后 暗金色的屏障被拍成粉碎 他又翻滚着飞出两百里远 借此机会 他加速冲向虚空深处 直奔天形战舰而去 刷 刷 他不再与法天大帝纠缠 动用空间法则之力 在虚空中连续顺移 短短实习之内 他就顺移了20次 身影在虚空中闪烁 实习之后 他已经顺移万里之遥 暂时摆脱了 法天大帝的追杀 法天大帝也顺移追赶 却无法像他那样 连续顺移20次 立刻被拉开了2000里距离 见此情景 法天大帝露出了 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个小畜生 竟然连续顺移20次 实习之内顺移万里 他的神区能承受住 空间撕裂的威力 他的神力能连续爆发20次 不会问乱暴走 不对 凭他的实力境界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 他掌握了空间神通 或者空间法则 法天大帝暗子分析记 天行能连续顺移的原因 想到空间法则四个字 便立刻打消了念头 空间法则是天神级的法则 他只是个真神 绝不可能掌握 所以 他必定掌握了某种空间神通 这种神通秘法 只能爆发一时 却无法坚持太长时间 大小子很快就会神力衰退和枯竭 必定要被本地擒拿 想到这里 法天大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露出了胸有成竹的眼神 他化作一道紫光在虚空中极持 紧跟着寄天行飞向虚空深处 同时他也不忘传音联系法天帝师 令其驾驭战舰来会合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当场傻眼了 刷刷刷 既天行的速度丝毫不减 竟然在虚空中不断闪烁 还在连续顺移 短短二十席之内 他又连续顺移四十次 逃出了两万里之遥 他和法天大帝之间的距离 被拉开到六千里 法天大帝神色巨变 露出满脸恶然之色 语气惊诧地低呼道 什么 这绝不可能 他竟然丝毫不受反噬 又继续顺移了四十次 这绝不是什么空间神通 哪有这种神通 能让他以真神实力 达到天神强者才能完成的奇迹 难道 他真的掌握了空间法则 这一次 法天大帝打消了空间神通的念头 他开始怀疑 既天行掌握了空间法则 即便这个想法很荒诞 真神绝不可能掌握天神及法则 但眼前这一幕 又该如何解释 刷刷刷 既天行毫无神力衰竭 遭到反噬的迹象 还在虚空中不断顺移 他的速度丝毫不减 离天行战舰也越来越近 又是三十席过去了 他又顺移六十次 狂飙三万里 法天大帝彻底无语了 哪怕他再怎么难以置信 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他必须承认 既天行肯定掌握了空间法则 除此之外 这根本无法解释 该死的小畜生 他究竟何的何能 竟然以真神之境 掌握了天神及法则 即便是本地 早已达到半部天神境 也只能掌握两道真神法则 根本无法参悟天神及法则 法天大帝既震惊又气恼 心中还生出浓浓的挫败之感 以及满腔不甘 他自认天赋超绝 实力绝顶 放眼三千世界 也找不出第二个强者 能像他这般怠世无双 偏偏今天 他遇到了既天行这个奇葩 实力境界比他低 打也打不过他 却做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事 这种落差 让他无比嫉妒 很快 百息时间过去了 既天行在虚空中连续瞬移 达到了今天动地的两百次之多 他跨过十万里虚空 终于跟天行战舰会合了 刷 白龙驾驭战舰飞过来 立刻打开舱门 将既天行赢了进去 随后 战舰掉头往虚空深处逃跑 化作一道黑影没入黑暗中 混蛋 就想逃出本地的掌心 罚天大帝杀气腾腾的怒喝一声 连忙向作剑顺移而去 三个呼吸之后 罚天帝师驾驭战舰赶来 与他会合了 罚天大帝进入作剑 让罚天帝师操控战舰 爆发出最快的速度 在虚空中展开追杀 两艘战舰都变成黑色幻影 在虚空中一前一后的及时 随着时间流逝 一个又一个时辰过去了 罚天大帝的作剑 不愧是货真驾驶的天神级战舰 各种加速神阵开启之后 快速消耗神石资源 速度也爆发到了极限 两艘战舰的距离在不断拉近 从最开始的三万里到两万八千里 再到两万五千里两万二千里 五天之后 双方的距离缩减到四千里左右 罚天大帝站在作剑的驾驶舱中 一边看着罚天帝师操控战舰 一边盯着前方虚空的情况 哼 就算他掌握了空间法则 可他不是真正的天神 岂能一直不停地顺移 想必 他之前神力消耗得太过剧烈 如今也元气大伤了吧 罚天大帝自言自语地怜难着 嘴角擒着一抹森然的冷笑 罚天帝师也开口附和道 大帝 虽然那小子的作剑 是用神秘的无界神石打造而成 堪比天神级战舰 可您的作剑 才是货真驾驶的天神战舰 最多在有一天时间 我们就能追上那艘战舰 到时候 那小子就任由宁宰哥 他的作剑 属下也会擒拿住 好好研究一番 罚天大帝微微汗手 语气肃然地道 此人来历神秘 手段众多 真正是诡计多端 若假以时日 再给他几百年时间 还不知他会成长到何等地步 到那时 他定会成为本地的心腹大患 罚天帝师目光灼灼地盯着虚空 语气低沉地道 大帝不必担心 我们很快就能杀掉他 并查出无界神石的根源 他没有资格 也没有机会成为您的绊脚石 希望如此 罚天大帝微微汗手 您难自语道 之前曾南元帅发给本地的传讯 要全部整理出来 本地要仔细地检查一遍 归纳有关记天行的资讯 本地很想知道 那个来自弱小凡人世界的爬虫 究竟有什么能耐和底细 第2608章空间跳跃 一天很快过去 情况正如罚天帝师所说 罚天神剑确实要更胜一筹 终于追上了天行战舰 眼看着 两艘战舰相距不足千里 罚天神剑的剑守位置 打开了两个炮口 探出两杆巨大粗壮的神炮 这两杆神炮的炮筒齐粗 比神剑侧面的神炮要粗十倍 这是罚天神剑的主炮 位于神剑的正前方 威力无比强悍 平时不轻易动用 每一次开炮 都要耗费上千颗神石 代价非常昂贵 但是 罚天大帝铁了新药诛杀记天行 行获天行战舰 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 他也在所不惜 准备开炮 给本帝轰烂他 罚天大帝目光阴沉地盯着天行战舰 沉声下令道 罚天帝失到了生尊命 连忙操控神阵 为两架主炮积蓄神力 刷 黑油油的主炮口内 顿时亮起了深沉的紫光 那紫光是凝聚到极点的神力 颜色自到发黑 威力恐怖到极点 毫无疑问 一旦天行战舰被主炮轰中 必定要遭到重创 哪怕它是用无界神石打造而成 也会有难以预料的后果 当主炮内的暗子神光凝聚到极点 主炮锁定了前方及尺的天行战舰 下一杀 两刀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柱 就要迸发而出 就在这个时候 操纵天行战舰的白龙 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机 完了 师尊 法天大地那的老畜生 竟然动用了神剑主炮 锁定了我们 白龙记愤怒又焦急 连忙操纵天行战舰 左右摆动和摇晃 在虚空中划出弧线轨迹 他以杂乱的规律晃荡着 竭力躲避法天神剑的锁定 这时 既天行目光深邃地盯着前方虚空 沉着冷静地道 别慌 为师有办法 前方那颗星辰暗淡无光 并无天道法则结成的神光护照 并是没有智慧生命的星辰 我们在虚空中飞行 肯定逃不过伐天大地的追杀 只有逃近那颗星辰 跟伐天大地缠斗 才有一线生机 在天行战舰的正前方 有一颗巨大的灰白色星辰 静静悬浮在虚空中 尽管 天行战舰离那颗星辰非常近了 可是两者的实际距离 仍有数十万里 白龙一边操控战舰 一边对季天行说道 师尊 您的想法没错 可咱们离那颗星辰 起码还有五十万里啊 季天行面色凝重的道 为师一直相信 原始拥有百般功效和妙用 远不止我们知道的那么简单 只是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 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挖掘 所以 为师打算铤而走险 进行一次尝试 白龙顿时皱起眉头 满腔疑惑地问道 师尊 您要干什么 继天行没有回答 只是陈生吩咐道 准备好 稳住了 初霸 他双手掐着神诀 全力催动空间法则 释放出耀眼夺目的白光 刷 他双掌向下 将无穷无尽的白光 注入脚下的天行战舰中 顿时 耀眼夺目的白光 钻进天行战舰中 以及快的速度扩散开来 刷 眨眼之间 神秘的空间法则力量 就充斥了整艘天行战舰 使得战舰量起冲天白光 看到这一幕 白龙和三头神兽 都明白了记天行的用意 师尊 这 这能行得通吗 老记 你给战舰施加空间法则 想让战舰顺移 不是顺移 用白龙的说法 这叫空间跳跃啊 这 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就在白龙和三头神兽满枪忐忑之际 天行战舰突然剧烈摇晃起来 摇晃战动的频率超高 仿佛战舰内封印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即将像火山喷发那样爆发出来 白龙目光一领 连忙集中精神 掌控着天行战舰 下一杀 天行战舰内的神秘力量 终于爆发出来了 修 天行战舰绽放出刺眼夺目的白光 照亮了方圆几万里的虚空 紧接着 天行战舰从原地消失 瞬间摩移到两万里之外 毫无疑问 既天行的尝试成功了 由原始打造而成的天行战舰 果然承受住空间撕裂的威力 实现了空间跳跃 天行战舰和阀天神舰的距离 瞬间就拉开了两万里 也几乎在同一时刻 法天神舰抓住短暂的机会 锁定了天行战舰 轰出两道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柱 轰 轰 巨大粗壮的主炮内 轰出两道长达百里的紫光神柱 狠狠轰向天行战舰 法天神舰的驾驶舱内 法天地师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终于让本座抓住机会 然而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 就戛然而止了 后半句卡在喉咙里 再也出不来了 只因 他亲眼看到天行战舰 爆闪白光 从原地消失了 下一杀 两道紫光神柱落空 轰进了茫茫虚空中 而天行战舰 出现在两万里之外的虚空中 安然无恙 法天地师脸上的微笑凝固了 他表情巨变 露出难以置信的惊诧之色 站在法天地师身后的法天大帝 也是神色大变 双瞳紧缩 什么 他的作剑竟然也能顺移 而且一次顺移两万里 这 这不是顺移 这是空间跳跃啊 法天大帝震惊了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是空间法则 一定是空间法则 既天行的战舰 竟然也能借助空间法则之力 实现空间跳跃 无界神石 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效 法天大帝满腔震撼之余 对神秘的无界神石 也更加渴望和迫切了 他恨不得立刻擒拿记天行 必问无界神石的来源和作用 法天地师回过神来 既震惊又激动 声音有些颤抖的道 无界神石的功效 竟然如此强大 神奇大帝若是我族能得到无界神石 并加以运用 那三千世界中 还有谁能阻挡我族 法天大帝握紧了双拳 神色郑重的点头 到无界神石 本帝必须得到 哪怕一个子消心欲 也不如无界神石重要 就算踏遍三千世界 追到虚空尽头 本帝也要擒拿记天行 是要挖出无界神石的来源 第2609章自寻死路 法天大帝穷追不舍 但是 法天神剑被天行战舰甩开2万里 短期内很难追上 法天神剑只能爆发最快的速度 一点点拉近距离 随着时间流逝 两艘战舰离前方的星辰越来越近 一天之后 两艘战舰抵达那颗灰白色的星辰 此时 两艘战舰之间还隔着上万里远 这颗灰白色的星辰 并无神光护照 表面暗淡无光 整颗星辰的表面 都暴露在虚空之中 非常冰冷死急 星辰上没有天地灵气 也没有植被和生命 随处可见灰白色的岩石和杀土地 坚硬的土地和岩石 都保经虚空的侵蚀 留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 每时每刻 都会有无数尘土和石屑 从星辰上剥落 散在虚空之中 显然 这颗星辰正在被虚空侵蚀 长则几十万年 短则几万年以后 这颗星辰就会彻底腐化 变成尘埃 刷 天行战舰飞进星辰 降落在一片广袤的灰白色大地上 大地坑凹不平 随处可见巨大的岩石突起 犹如一座座山脉 天行战舰贴着大地飞行 风驰电车地逃跑 趁此机会 既天行释放出神室 探查这片大地的情况 他很快就探出了结果 面色平静地道 这颗星辰上没有生命 也没有天地灵气 我们不能久留 否则 我们神力枯竭了也无处补充 不过 这里有无边大地和岩石 其中蕴含着海量的金属 为师的大地法则 在这里能够施展 有机会跟伐天大地一战 说完之后 他沉生下令道 白龙 还是按照原计划 你们驾驭战舰 对抗伐天大地的作剑 为师要在这颗星辰上 与伐天大地对决 白龙和三头神兽都点头表示明白 纷纷叮嘱他小心行事 师尊 伐天大地实力太强 您可别跟他正面硬钢 老纪 要是实在打不过 咱们就设法逃走 没错 留得青山在不愁眉柴烧 等咱们实力够强时 再来诛杀伐天大地 纪天行点点头 身影一闪就飞出战剑 落在了冰冷荒芜的灰白色大地上 刷 他落在千米高的灰白岩石小山上 双手赋于身后 面无表情地望着后方 盯着急驰而来的伐天神剑 看到这一幕 操纵伐天神剑的帝师 顿时皱起眉头 目冲冲地咒骂道 该死的小畜生 实在太狂妄 太目中无人了 他竟敢离开战剑 独自面对我们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一边咒骂着 伐天帝师连忙操纵神剑 加速冲向纪天行 同时 他打开了神剑的主炮 轰出两道掌达石里的紫色光柱 朝纪天行轰去 轰轰 两道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柱 划破万里虚空 轰杀到纪天行面前 眼看着 他立刻就要被紫色光柱轰中 却毫无躲避的意思 见此情景 伐天帝师咧嘴露出了戏虐的冷笑 逼喝道 小畜生 竟然不躲 这次你死定了 伐天大帝却没有掉以轻心 双目紧盯着纪天行 似乎要将其看穿 他总觉得 既天行没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什么底牌绝招 果不其然 就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既天行陡然抬起双掌 使出了大帝法则 轰 他脚下方圆万里的大帝 顿时腾空飞起 凝聚成一道高达千里的灰白高墙 大帝中的土石和金属 都是星辰金沙和各种坚硬的岩石 这道千里高墙 由方圆万里的大帝凝聚而成 可谓坚固到极点 轰 轰 两道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柱 狠狠轰中了千里高墙 爆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法天神剑的主炮果然恐怖 竟然将千里高墙轰出两道巨大的坑洞 崩开密密码码的裂缝 随着弄插弄插的爆裂声传出 整堵高墙都支离破碎 化作亿万块土石碎渣 散落在大地上 待漫天烟尘散尽 法天神剑化破万里虚空 抵达废墟上空时 祭天行早已消失不见了 法天神剑停留了片刻 历师和法天大帝都释放神势 搜寻周围几万里区域 寻找祭天行的踪迹 然而两人找遍周围六万里 都没能发现祭天行的气息 可恶 那小子逃到哪里去了 如此短暂的时间里 就算他利用空间法则顺移 也不可能逃出六万里啊 就在两人惊疑不定时 四面八方的大地中 陡然冒出了上万道岩石尖刺 每一根岩石尖刺 都是由最坚硬的岩石和金属凝聚成 长达千丈 犹如一根根巨毛 修修修修 下一杀 静万道岩石尖刺传射而去 封锁方圆万里 淹没了伐天神剑 伐天帝师顿时变了脸色 连忙操纵伐伐天神剑 爆发出冲天紫光 凝聚成巨大的护盾 砰砰砰砰 紫光护盾刚刚凝聚 就被无数岩石尖刺轰中了 爆出一连串的惊天巨小 顿时 紫光护盾连连战斗 崩开道道裂缝和坑凹 伐天神剑也战斗不已 无数根岩石尖刺 也被阵的崩溃碎裂 变成漫天碎渣散落在废墟中 戴上万道岩石尖刺传射过后 神剑的护盾也彻底崩溃了 伐天神剑的表面 也留下了几百道坑凹和裂痕 伐天帝师连忙下令 让三十六威武神护卫 两千多名黑甲战士们 快速施法修补神剑的裂痕 见此情景 伐天大帝皱眉私存了一下 传声下令道 帝师神剑交给你来驾驭 本帝要亲自出手对付济天行 伐天帝师点头道了生尊命 兵主道 大帝要小心 此则诡计多端 且能操控大帝之力 多半是掌握了五行法则 在两人的认知中 济天行之所以能操控大帝 便是掌握了五行法则 五行之中包含了土系力量 自然是能操控土地的 但两人没往深处想 压根没想到大帝法则 那也是天神级的法则 真神绝不可能掌握 在伐天大帝和帝师看来 既天行能掌握一道天神级的空间法则 就已经是惊世骇俗了 他怎么可能掌握两道天神法则 那是史无前例 闻所未闻的 第2610章段天斩刷 罚天大帝飞出神剑 暴力于虚空之中 他面色冰寒 目光凌厉地俯视大帝 搜寻既天行的踪迹 与此同时 罚天神剑飞向远方 追逐天行战舰去了 百袭时间后 两艘战舰就消失在几万里外的虚空中 这片区域 仅剩罚天大帝和既天行 但是既天行与大帝融合了 仍然没有现身 罚天大帝俯视着废墟 生如虹中的冷鹤道 既天行 别再躲藏了 区区五行法则 也敢在本地面前卖弄 还不滚出来受死 滚滚声浪在大帝上回荡 覆盖了方圆五万里 然而 既天行还是不现身 回应罚天大帝的 是从四面八方腾空飞出的上千条岸金色神龙 刷刷刷刷 既天行施展大帝法则 汲取了十万里大帝的金属之力 凝聚成上千条岸金神龙 从四周轰向罚天大帝 短短瞬间 上千条岸金神龙就冲到罚天大帝身旁 将他的身影淹没了 这些神龙都是金属凝聚而成 并非真实的生命 因此汉不畏死 威力强汉无双 毕竟 他们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重创罚天大帝 哪怕自身解体也值得 围急关头 罚天大帝浑身绽放紫光 爆发出恐怖绝伦的力量 快速打出360拳 踢出540脚 他的攻击速度太快 身影变得模糊 形成了一团紫光幻影 砰砰砰砰 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声爆出 一条又一条暗金神龙 被法天大帝轰成粉碎 蹦践出漫天碎渣 仅仅两个呼吸 他就击溃了900多条暗金神龙 只有60多条暗金神龙轰中他 将他轰得浑身战斗 紫光暴闪 待所有暗金神龙都溃散 他已被震飞数十里 神冠歪斜 长发凌乱 衣衫也破碎不堪 但 仅此而已 他依旧毫发无伤 呵呵 以真神静的实力 能将五行法则运用到如此程度 你也算真神中的翘楚了 可惜 这点威力对本地来说 犹如挠痒 罚天大帝满腔轻蔑的冷笑一声 悍然抬起双拳 迸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 狠狠轰向大帝 轰 轰 两道大如山月 此道发黑的全盲 狠狠轰中了大帝 爆出汉天动地的巨响 顿时 大帝被轰出个方圆万里的深坑 周围裂开上百道宽阔的篝祸 每条篝祸都长达几万里 犹如深渊一般 无穷无尽的碎石和沙尘 都腾上虚空 如云雾般翻涌 一场超级大地震 席卷了方圆五万里 使得这片区域天翻地覆 尽管 祭天行及时动用大帝法则 与十万里大帝融合了 但是 静半的大帝被摧毁成废墟 也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威力 伤势愈发加重了 他只觉得五脏六腑一味 神势也一阵阵眩晕 竭力运攻押下内府的伤势 他才清醒许多 这时 法天大帝又抬起右脚 缓缓续击了毕生神力 狠狠一脚踏下来 祭天行毫不怀疑 法天大帝这一脚 足以毁灭方圆十万里 他不敢大意 连忙在地底穿梭 眨眼间就逃出三万里 轰隆 扑天盖地的巨大脚掌 吸着镇压一切的威力 轰然踏在了大地上 那一杀 方圆十万里的大地都向下沉陷 蹦践出冲天的沙石尘土 这片区域本就被毁了一半 剩下五万里大地也当场崩毁 变成了一座超级巨坑 恐怖绝伦的冲击力 在地底疯狂蔓延 摧毁了几千里深的岩石层 将其全部震成击粉 法天大帝这一脚的威力 已经非常接近天神强者了 尽管祭天行及时逃脱 可他还是被鱼泊席卷 被震得口吐鲜血 五脏六腑破碎 唰 毁天灭地的冲击力裹着他 从地底深处冲出 飞到了虚空之中 他连忙运转神力 镇压内府的伤势 极力保持清醒 法天大帝见他被逼出地底 连忙瞬移追来 哈哈 小畜生 就这点能耐也想根本地斗 一边大笑着 法天大帝挥动双手 打出两道遮天剧掌抓象祭天行 祭天行反应极快 双手握着藏天剑 狠狠一剑横扫而出 腾 腾 一道长达百里的半月形巨剑 轰然劈中了两道巨掌 两者同时崩溃 爆裂成漫天碎片 既天行身影一闪 又钻进灰白色的大地中 施展大地法则进行反击 地龙翻天 他再次跟十万里大地融合 倾尽全力地施展绝学 他会据数万里大地之力 化作一条长达百里的大地之龙 腾空而起 狠狠撞向法天大帝 法天大帝顺移躲避 奈何大地之龙的身躯庞大 他终究没能躲过 被巨大无比的龙头砸中了 哼 轮响声中 法天大帝被砸得倒飞出去 轰然砸进了百里外的废墟中 大地之龙趁势反攻 高昂着脖颈和脑袋 从天而降地砸向法天大帝 法天大帝正要爬出废墟 见此情景 连忙施展土盾之树 跑向万里之外 轰龙 惊天动地的巨响声中 大地之龙狠狠砸中了废墟 爆出冲天碎渣和土石 大地被砸出一条长达万里的篝祸 犹如深渊一般 恐怖的冲击力 轰中了法天大帝 将其从地底轰出 飞回到虚空中 他的衣衫更加蓝履 头戴的神冠也支离破碎 脸色青红交加 愤怒地喘息着 断天斩 暴怒之下 法天大帝祭出一口 长达十丈的古铜神刀 狠狠斩向大地之龙 通隆 一道长达百里的暗紫色光刃 在虚空中横扫而过 当场斩断了大地之龙的脖颈 昂 大地之龙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上半身轰然崩溃 脖颈和脑袋都碎裂成无尽土石 他的下半身缩回地底 消失不见了 大地之龙被斩断 既天行也遭到重创 伤势更加惨烈 他不得不快速后退 跟法天大帝拉开距离 法天大帝却穷追不舍 持着那把古铜神刀 再次劈下一道开天巨刃 轰隆 长达百里的紫光巨刃 轰然劈进了大帝 展出一道万里长的篝祸 无坚不摧的刀器 在大地上延伸几万里 开辟出一道巨大的深渊 第2611章背情 在此之前 法天大帝一直没动用兵器 大概在他看来 凭既天行的实力 还没资格让他动用武器 如今 他却既出了古铜神刀 显然是要动用权力了 他在虚空中及持 持着神刀疯狂追杀既天行 既天行与大帝融合 隐藏于无形 在地底急速飞驰 两人一前一后的追逐厮杀 所过之处大帝纷纷崩毁 变成满目窗疫的废墟 留下无数道篝祸 随着时间流逝 战斗局势越来越明朗 既天行的伤势不断加重 神力也消耗巨大 很难得到补充 他的力量开始衰弱 处境也越来越凶险 罚天大帝的神力更加雄浑 依旧狂猛霸道 仿佛有用不完的神力 尽管既天行偶尔的反击 也会让他灰土灰脸 十分狼狈 但他只是受了些轻伤 并无大碍 他有足够的信心和把握 并能抓住既天行 只带既天行的神力耗尽 便任由他宰割 另一边 天行战剑和伐天神剑 也在虚空中打得不可开交 两艘战剑都非常灵活 在虚空中闪转藤魔 不断顺移 大多数时候 两艘战剑都是相互追逐 寻找彼此的破绽 趁机发动炮轰 但也有极少数时候 两艘战剑距离太近 会展开近深搏斗 甚至 两艘战剑还对撞了好几次 都撞得护盾崩碎 剑身扭曲变形 战斗之初 法天帝师还以为 法天神剑的品级更胜一筹 无论资源储备 坚固程度 还是神炮的威力 都比天形战剑要强几分 但是 经过两天的厮杀交战 他才发现天形战剑不容小觑 丝毫不弱于法天神剑 其防御超强 神炮的威力也很恐怖 最重要的是 天形战剑仿佛有用不完的神力 似乎力量永不枯竭 法天帝师越打越心惊 忍不住怀疑 无界神石还有如此功效 竟能存储无穷无尽的神力 而法天神剑之所以能支撑那么久 是因为战剑内储备了海量的神石和资源 那些神石资源 能支撑神剑游历十大星域 百年之内不会枯竭 可是 像这样高强度的厮杀大战 神石资源的消耗速度 会加快数十倍 想到这里 法天帝师暗暗交集 只想尽快摧毁天形战剑 但这是短期内无法完成的任务 不知不觉 十天过去了 既天形和法天大帝 在星辰上追逐厮杀了十天之久 辗转六百万里 相比其整颗星辰而言 六百万里不过是百分之一的面积 但是 两人的厮杀大战 即将结束了 在这十天里 两人先后交手十万招 把六百万里大帝都摧毁了 既天形的伤势不断加重 最终到了极其惨烈的程度 他的肉身已然残缺 被轰碎了一条左腿 五脏六腑也破碎 浑身更是布满伤口和血洞 他完全变成了血人 密布全身的伤口中 露出了无数淡金色神骨 承受如此重创 他不仅伤势凄惨 神力衰弱 意识也有些昏沉模糊了 就连他在地底穿梭的速度 也减慢了四成左右 他已经无法摆脱罚天大帝的追杀 斥以至此 他自知无法战胜罚天大帝 只能设法逃跑 可是 罚天大帝一直缠着他 让他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更何况 他摆脱罚天大帝的追杀 独自逃跑了 天形战舰却跑不掉 既然要逃 就得带上白龙和三头神兽 于是 既天形用神魂传音 向几万里外的白龙下达命令 白龙 速来与维师会合 以我们如今的情况 再无胜算 只能想办法逃离此地 甩掉罚天大帝 白龙得到命令 不再与罚天神剑纠缠 连忙赶去跟既天形会合 既天形也全力躲避罚天大帝的攻击 尽力拖延时间 很快 两个时辰过去了 天形战舰终于追上了既天形 跟他会合了 此时 既天形又跟罚天大帝交手几百招 伤势更加惨烈了 他的神力近乎枯竭 战斗力也锐减七成 已经是强母之末 眼看着 他奋力从地底跃起 即将飞进天形战舰中 就在这时 罚天神剑追了过来 开启主炮轰出两道紫色光柱 轰 轰 两道耀眼夺目的紫色光柱 吸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狠狠轰向既天形 偏偏记天形重伤垂围 想要躲避却无能为力 围急关头 白龙果断操纵天形战舰 掉头挡在记天形和紫色光柱中间 轰隆 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 两道紫色光柱狠狠轰中了天形战舰 天形战舰的金光护盾 当场被轰得支离破碎 剑身被轰出两道巨大的凹坑 周围延伸出密密码码的裂纹 狂暴的冲击力 将战舰轰得抛飞出去 翻滚着砸向虚空深处 毫无疑问 天形战舰遭到了重创 但他挡住了罚天神剑的跑轰 救下了纪天形 趁此机会 纪天形也顺利进入战舰 战时安全了 然而 天形战舰在虚空中急速翻滚 战时失去了控制 待战舰飞出几百里远 白龙终于能重新控制战舰时 更大的危机再次降临 去世待发的罚天大帝 竟然爆发权力 使出了底牌绝学 晴天 他生如红中的怒喝一声 打出一道方圆千里的暗紫色巨掌 从天而降地拍下来 通论 白龙还来不及操纵战舰躲避 战舰就被晴天剧长拍中了 爆出一声惊天巨响 长达两千丈的天形战舰 当场被拍得扭曲变形 犹如毛花斑凝在一起 下一刻 晴天剧长骚然收拢 将天形战舰牢牢抓在掌心中 当场擒拿了 剧长威力无穷 像捏着一条小鱼斑 死死禁锢着天形战舰 任凭战舰如何爆发力量 拼命挣扎 也难以逃脱 完了 白龙和三头神兽的脑海中 同时闪过这个念头 眼神也变得灰暗 但是 身受重伤的记天形 却毫不犹豫地做出一个决定 刷 他身影一闪就离开了战舰 同时 他以神念操纵天形战舰 使其缩小几万倍 变成指甲盖那么大 钻进自己的体内 而他自己 逃不过晴天剧长的所困 就此被抓住了 第2612章 沉浮或死 哈哈哈哈 法天大帝朗声长笑 飞到擎天剧长的身旁 他双手赋于身后 满脸冷笑地望着剧长 与其信悦地道 既天形 跟本地作对 就是这个下场 现在 你只有两个选择 沉浮于本地 或者死 一边说着 法天大帝暗中发力 操纵擎天剧长 狠狠碾压纪天形 纪天形被情天剧长紧握着 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压力 身躯扣拢地弯着腰 浑身直冒冷汗 尽管他的神躯特殊 经过千锤百炼 早已变得异常坚韧和强大 可他身受重伤 更难抵挡法天大帝的碾压 不仅身躯越来越扣拢 浑身骨骼也发出 劈劈啪啪啪的脆响 许多骨头都断裂了 听到罚天大帝的声音 他沉默着没回应 只是竭尽全力的抵挡 罚天大帝见他富于顽抗 继续冷笑道 呵呵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你杀了真男元帅 还屠杀我族那么多勇士 纵然本地将你千刀万寡 虐杀千百遍 也嫌不解恨 不过 本地胸怀三千世界 向来宽容大度 绝不是衙刺必报之人 赐你这般天赋杰出 实力超群的天才 本地也起了爱财之心 不忍就此杀了你 显然 罚天大帝开始软硬兼施 要劝详继天行了 继天行 本地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肯臣服于本地 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 本地会既往不救 不止如此 正男元帅的职位空缺出来 本地会昭告天下 封你为新任正男元帅 从今以后 你就是本地的左膀右臂 心腹将帅 而且 本地会赏你天神极法觉和神器 祝你尽快达到真神巅峰 相信你也知道 在这凡人世界 真神九重就是极限 无人能达到天神之境 但本地秉承上界神域 蒙受神恩 能助你飞升上界 突破天神境 书到这里 罚天大帝露出满意的微笑 与其肃然的道 祭天行 这就是本地的诚意 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罚天大帝的话 拥有很大的蛊惑力 绝大多数真神强者 都难以拒绝如此丰厚的条件 必定会为之心动 但是 这些话听在祭天行的耳中 却显得尤其可笑 曾经的盖世神王 岂会被这些为不足道的利益诱惑 又怎么可能像一个渺小的真神屈服 祭天行那不满血迹的脸上 露出了轻蔑的冷笑 他声音低沉的开口说道 罚天大帝 你所说的这些条件 的确很让人心动 所以 话说到一半时 在最关键的时刻戛然而止 罚天大帝静静听着 却不见下文 连忙追问道 所以什么 李答应还是拒绝 祭天行并未回答 趁着罚天大帝分心之际 陡然苏小身躯 变成一粒尘埃般渺小 咻 他瞬间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 穿过晴天巨长的空隙 妄图逃出巨长的封锁 然而 罚天大帝老尖巨华 早有防备 岂会让他轻易逃走 刷 紫光一闪 晴天巨长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紫色光球 将继天行封印其中 紫色光球就如同一座球龙 将继天行牢牢困住 除非他能打破球龙 否则绝不可能逃出去 他刚飞出千丈远 就狠狠撞在了紫光壁垒上 被阵飞回去 他彻底无奈了 只能恢复本来模样 暂时放弃反抗 罚天大帝伸手一招 让紫色光球苏小到三丈高 飞到他的面前停下 他的目光透过紫色光球 凝望着寄天行 表情细虐地冷笑道 呵呵呵 本地早知你轨迹多端 异常狡猾 又岂会让你逃脱 别痴心妄想了 落在本地的手上 你这辈子都逃不掉 现在 本地最后再问你一次 臣服或者 死 既天行皱起了眉头 表情颇为凝重 此情此景 纵然他有千般手段 也无法施展 尽管 他想到了之前在紫霄神宫中 得到的那枚天神器 天心缩 但是 他被封印在紫色光团中 法天大帝一直盯着他 他根本没有机会动用天心缩 无奈之下 他只能战行缓兵之际 且慢 既天行目光冰冷地盯着法天大帝 陈生贺问道 法天族向来狡诈残忍 我如何能相信你 呵呵呵 法天大帝见他改了主意 似有臣服的打算 顿时咧嘴冷笑起来 既天行 别忘了你现在的处境 无论你信与不信 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句话的前意思就是 你若不想死 就必须向本帝臣服 至于本帝会不会信守怒言 那就要看本帝的心情了 你 既天行洋装恼怒 满腔愤慷地瞪了法天大帝一眼 他犹豫了片刻 才开口问道 好 就算我暂时相信你 可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 你究竟想要什么 果然聪明 一点就透 罚天大帝露出得意的笑容 道 本帝虽然习财 却不会因为你天赋杰出 就给你如此优呆 相比之下 本帝对你的战舰更感兴趣 说吧 你的战舰是如何打造的 本不是天神级战舰 却拥有堪比天神战舰的威力和功效 这让本帝非常好奇 既天行心中一领 暗自冷笑道 他果然是冲着原石来的 他想调查原石的来历和功效 这才是真正目的 明白了这一点 既天行假装疑惑地说道 我的战舰 那是我亲手打造的 除了施加一道天神正法 并无特殊之处 罚天大帝皱起眉头 目光审视地打亮着他 语气玩味地道 呵呵呵 果真如此 以本帝来看 恐怕未必 既天行 你是聪明人 本帝也懒得跟你绕弯子 实话说吧 你的战舰是不是用 无界神石打造而成 无界神石 既天行故作疑惑地望着他 反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偶然得到了 那些特殊神石 将其打造成战舰而已 罚天大帝见他 逐渐吐露实情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继续问道 很好 那你告诉本帝 你从何处得到了 那些神石 第2613章最后底牌 当年在五行世界 最初发现原石的 就是罚天族 而且 原石的强大功效 让继天行都感到心惊 所以 罚天大帝对原石如此在意 他丝毫不觉得奇怪 面对罚天大帝的质问 他很自然地撒了个谎 那些黑色的神石 是我游历星空时 在某个星辰上发现的 罚天大帝顿时皱起了眉头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显然 他知道继天行在撒谎 但他没有揭穿 继续追问道 哪颗星辰 五行世界吗 继天行心里咯噔了一下 按想到 罚天大帝竟然知道五行世界 肯定是争男元帅汇报了消息 如此说来 他这次御驾轻征 未必是为了此消息 很可能是为了原石 没错 一定是这个原因 否则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抵达紫霄星 这只有一个解释 当初他得支援时的强大功效 就已经出发 赶往紫霄星域了 练及至此 既天行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道 或许是吧 我也不记得那的星辰的名字 罚天大帝的眼神 欲发冰朗 陈生问道 你在五行世界中 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从哪里找到了无界神石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本帝 否则 本帝会让你尝到世间最痛苦的滋味 见他的神态如此严肃 冷酷 既天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之前在紫霄星上 银月神主曾告诉他 法天族是受上界神灵庇护的 也就是说 法天族是某位 或者某些神灵的走狗 法天大帝看似风光无限 横行三千世界 实际是为上界神灵办事的 想到这里 既天行试探着问道 法天大帝 既然你如此想得到无界神石 那我如实相告 帮你找到大量的无界神石 你又该如何奖励我 法天大帝皱了皱眉头 强压下满腔怒火 陈生说道 本帝之前对你的隐没 全部兑现 既天行摇了摇头 语气完尾的冷笑道 呵呵呵 那点小恩小惠 我可看不上 他竟然跟法天大帝讲条件 这让法天大帝愈发恼怒 心中杀鸡狂勇 恨不得立刻把他的脑袋凝了 但是 为了顾全大局 套出无界神石的来源 法天大帝只能忍着满腔怒火 陈生贺问道 那你想要什么 既天行不假思索的道 一道天神法则 两件天神器 三部天神极功法 这就是我的条件 缺一不可 混账 罚天大帝在野岸耐不住怒火 杀气腾腾的怒喝道 你小子是什么东西 竟敢跟本地谈条件 既天行毫不畏惧 露出胸有成竹的笑意 道 你只能选择接受 或者拒绝 当然 如果你拒绝的话 我就算死 也绝不会透露一丁点线索 罚天大帝顿时气急 目自欲烈的瞪着他 咒骂道小畜生 本地现在就杀了你 再去五行世界 把整颗星辰翻遍 你以为 你有资格威胁本地吗 呵呵呵 那你还等什么 既天行愈发确定心中的猜想 冷笑道快杀了我吧 你 罚天大帝下意识地抬起双掌 就要运转神诀 当场诛杀既天行 但是 神力即将喷涌而出时 他又冷静下来 压住了满枪杀鸡 深呼吸一口气之后 罚天大帝狠狠瞪了既天行一眼 冷喝道 小子 本地的时间很宝贵 所以 你的条件 本地可以考虑 听到这句话 既天行顿时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笑容 呵呵 果然不出我所料 天神法则 天神器和三部天神功法 罚天大帝绝不可能拥有 但他愿意答应这个条件 就说明他能跟上界的神灵联系 索要这些东西 如此一来 就证明元时的重要程度 远超过紫霄心欲 甚至 罚天大帝很可能把这个消息 向上界的神灵汇报了 上界神灵对元时也非常感兴趣 便降下神欲 命令罚天大帝彻查此事 将元时弄到手 因此 罚天大帝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追查元时的下落 即天行的试探成功了 他从罚天大帝的反应中 分辨出了这些资讯 但他高兴不起来 心情愈发沉重了 连我这个曾经的神王 都对元时如此动心 更何况罚天族背后的神灵 若是上界神灵也想掠夺元时 那就麻烦了 五行世界 今后别再享有安宁的日子 这时 罚天大帝权衡片刻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目光凌厉地盯着季天行 点点头道 季天行 你刚才所说的条件 本地可以答应你 但是 你必须交出那艘战舰 而且 你的臣服于本地 带本地进入五行世界 找到无界神时 季天行假装犹豫了一下 才咬牙下定决心 点头道 好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为了证明你的诚意 你先解除封印 我就把战舰交给你 罚天大帝露出清涅之色 冷笑道 季天行 你是太天真 还是觉得本地很傻 只要本地解除封印 你并会拼命逃跑 一边说着 罚天大帝挥手打出神诀 操纵那团紫光 化作一根手臂粗的紫光锁链 将季天行五花大绑着 这样 季天行能有一丝活动的空间和机会 却又无法逃走 一旦他想逃跑 罚天大帝就能操控紫光锁链 将他拽回来 现在 交出你那艘战舰 罚天大帝目光灼灼地盯着季天行 沉生贺令道 季天行并未反抗 一边祭出天行战舰 一边在暗中积蓄神力 包裹了体内的天心缩 那枚古老沧桑的天心缩 浓缩到法斯般渺小 险藏在他的脑海中 随着神力进入天心缩 古老的天神器顿时启动 亮起了璀璨的星光 与此同时 天行战舰从计天行的额头飞出 悬浮在他眼前 战舰扩张到巴掌那么大 缓慢旋转着 亮起了神秘的黑光 原石的神秘气息和强大力量 在这一刻彰显无遗 法天大帝顿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双眼紧盯着天行战舰 仔细观察着 就在这个时候 天心缩的力量继续到顶点 终于开启了 第2614张逃出生天 刷天心缩的力量瞬间爆发 释放出神秘星光 笼罩了祭天行全身 只一瞬间 他就被星辰荧光包裹 从法天大帝的眼前消失了 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带着他穿越虚空和十亿里空间 直接抵达最近的那颗星辰 尽管 他浑身被紫光锁链缠绕着 无法自由行动 更无法动用神力反抗 或者施展剑法神术 但他只调用脑海中的一丝神力 趁法天大帝分心的一瞬间 就把天心缩启动了 以至于 法天大帝根本没料到 祭天行还隐藏了这招底牌 当他突然察觉到异常 想要控制紫光锁链 将祭天行牢牢抓住 却也为时已晚了 星光一闪 祭天行就这么从他眼前消失了 连带着那骚巴长大的天行战剑 也被祭天行收回体内 一起带走了 法天大帝愣在原地 瞠目结舌地望着虚空 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两久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连忙释放神士 笼罩方圆八万里 在虚空之中 这是他神师能触及的极限范围 然而 方圆八万里之内 除了他和法天神剑之外 再无一物 既天行早已逃远 无影无踪了 法天大帝顿时期的面色发黑 胸中狂勇杀鸡 啊啊啊 该死的畜生 竟然从本地的眼皮子底下 逃了 这怎么可能 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就连本地的锁天链 也无法控制他 眼看着 既天行战剑和无界神石的来源 都唾手可得 可一转眼间 主手的鸭子飞了 法天大帝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暴怒异常 恨不得血洗一个世界 才能平息滔天之怒 片刻之后 法天神剑从原处飞来 停在法天大帝的身旁 刷 法天帝师从神剑内飞出 来到法天大帝的身边 满腔疑惑地问道 大帝 刚才发生了什么 既天行呢 一边询问 法天帝师也左顾右盼 四下搜寻既天行的踪迹 法天大帝黑着脸 恨得咬牙切齿 与其森然的道 逃了 什么 法天帝师满腔惊诧的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问道 他 他竟然 从您的手中逃脱了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被您打成重伤 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吗 被法天帝师这么一问 法天大帝愈发感到羞恼和耻辱 脸色也更黑了 那个畜生非常狡猾 哪怕是强弩之末 还藏着从未动用的底牌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神器 或者是某种神通 竟然顺移逃脱了 当时 本帝的锁天恋还锁着他 那种神秘力量 竟然强行切断了本帝和锁天恋的联系 将他带离了此地 这 法天帝师愈发震惊和无语 沉默两久之后 他才试探着问道 大帝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还要继续追杀记忆天行吗 法天大帝黑着脸 冷喝道 他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本帝也感应不到锁天恋的气息 还如何追杀他 且让他多活几年 本帝先去解决紫销星 再亲自前往五行世界 寻找无界神石 待本帝解决了无界神石的事 再去追杀他 法天帝师想了一下 点头附和道 大帝圣明 祭天行的小命 和无界神石比起来 为不足道 初霸 法天大帝和帝师转身进入神剑 很快就离开了废弃的星辰 法天神剑重回虚空中 掉头往紫销星飞去 与此同时 离废弃星辰十亿里之遥的虚空中 有一颗渺小的荒芜星辰 这颗星辰跟废弃星辰一样 都是毫无生命的废星 而且离得很近 但这颗废星是灰褐色的 且直径只有几千万里 比那颗废弃星辰小了几十倍 只因 这颗废星更加古老 早就被虚空侵蚀了大半 最多再有两三万年 这颗废星就会全部化作尘埃 消逝于虚空中 刷灰褐色的星辰表面 布满坑凹的大地上 陡然亮起一道耀眼的星光 星辰光芒散去后 显现出一位衣衫褂褂 满身金色血迹的青年男子 此人伤势凄惨 浑身布满伤口和血洞 气息也十分微弱 冰临昏迷了 扑通 刚落到灰褐色的岩石小山上 他脚下一个亮枪 就无力地摔倒在地 呼呼 呼呼 他趴在冰冷的岩石上 剧烈地喘息着 口鼻中也不断溢出金色血迹 伐天大地 今日之仇 我记天行记下了 终有一日 我将百倍奉还 不只是你 还有整个伐天族 都将灰飞烟灭 记天行闭着双眼 语气森然地低喝着 虽然 他借助天行梭的威力 成功逃脱了 伐天大地的魔爪 但是 他始终记着 盈月神主在神宴中死去时 那复杂难明的眼神 他更无法忘记 这十天以来 遭受的痛苦和创伤 若不将伐天大地 碎尸万段 不覆灭整个伐天族 如何能消解心头之恨 喘息片刻后 他记出了天行战舰 艰难地踏入战舰中 战舰之内 白龙和三头神兽 见他归来 连忙迎了上来 师尊 您的伤势如何 老记 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快 别愣着了 快扶老记去疗伤 大家帮个忙 一起运功为老记治疗伤事 见众人满腔担忧和焦急 几天行摆了白手 声音低沉的道 慌什么 我还死不了 不用你们给我疗伤 白龙 立刻启程回五行世界 你们三个 去修复战舰 白龙到了生尊命 连忙驾驭天行战舰 风驰电车的飞进虚空 向五行世界返回 三头神兽有些不放心 目送继天行进入密室 这才继续修补战舰的窗口 很快 战舰内恢复了平静 白龙专心驾驭战舰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五行世界 三头神兽各自盘踞一间密室 默默地运功修炼 济天行独自坐在某间密室中 拿出几块原石 汲取其中的神力 快速恢复力量和伤势 接下来几个月 一路顺畅无阻 去空之中 唯有永恒的冰冷与幽暗 当初继天行等人离开五行世界 用了近一年时间 才抵达紫霄星 如今 白龙驾驭战舰全速赶路 只用了十个月 就回到了五行世界 第2615章蛮荒大路 这天傍晚 天行战舰回到五行世界 抵达神光封印之外 耀眼夺目的金光壁垒 一如既往的绚烂 封印着五行世界 白龙全力施展秘法 操纵天行战舰 试着冲击那道金光壁垒 通龙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爆出 天行战舰狠狠撞在金光壁垒上 却又被弹了回去 那道巨大无比的金光壁垒 连一丝裂缝也没有 只是剧烈波动了几十下 如此结果 早就在白龙的意料之中 他非但不感到失望 还露出了微笑 自言自语的尼南道 五行世界的神灵封印 果然强悍无双 哪怕是天神级战舰 也无法强行破开封印 闯入五行世界 就算罚天大地的作戒来了 也得寻找裂缝和缺口 以前 征南元帅和弗龙将军 在五行世界战败 都能利用神器逃离五行世界 当时白龙就怀疑 五行世界的神灵封印 难道如此脆弱 现在他弄明白了 这道金光壁垒有个特殊之处 外强内弱 从虚空中进入五行世界很难 神光壁垒坚固无双 但是 离开五行世界进入虚空 却要轻松许多 如此以来 神光壁垒对五行世界的封印 减弱 对五行世界的保护 却是非常强大的 这个发现 让白龙联想到一个问题 看来 这道神光壁垒的主要作用 并非封印五行世界 而是保护这个世界啊 白龙若有所思地感慨一句 然后 他驾驭战舰在虚空中飞行 绕着神光壁垒及尺 寻找缺口和裂缝 半个月后 他终于找到一处缺口 那是一道方圆百里的缺口 里面插着一块尖锐的星辰残骸 在白龙的操纵下 天形战舰缩小百倍 顺利穿过星辰残骸和神光壁垒之间的裂缝 回到了五行世界中 不凑巧的是 战舰出现在一块陌生的大陆上 这片大陆十分辽阔 却透露着苍茫的原始风情 随处可见原始丛林和巨大的妖兽 战舰飞行了十几万里 才找到一个巨大 但是粗糙简陋的城池 高大的城墙由巨石累积而成 城内的房屋建筑也高大粗广 风格和人族截然不同 一个又一个穿着瘦皮的半兽人 顶着各种妖兽脑袋 资着大獠牙 在城内和平相处 见此情景 白龙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蛮荒大陆 在五行世界的几座大陆中 这是最古老原始的大陆 这座面积广袤的大陆 保持着许多上古时代的风貌 蛮荒大陆上的智慧种族 超过八成都是半兽人 半兽人的智慧不高 所以五道和民生有些落后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 半兽人拥有根深蒂固的种族信仰 在蛮荒大陆上 但凡有半兽人聚集的城池 附近一定有古老的神庙 不论这一世 还是上一世 白龙都没来过蛮荒大陆 他对蛮荒大陆充满好奇 很想游历一番 探索更多秘密 但是 时间并不允许 他只能以蛮横粗暴的手段 寻找蛮荒大陆的最强者 打探玄聘之门的下落 玄聘之门 又被称为天之裂痕 那是四座低等大陆 通往神武大陆的捷径 十天之后 白龙如愿以偿地找到了狂兽战地 打探出玄聘之门的下落 这位狂兽战地 是蛮荒大陆的最强者之一 实力达到了原神境二重 其麾下统治着三十多个种族的半兽人 拥有百万里疆域 十几亿子民 当然 这位狂兽战地在白龙面前 潺弱得如同蝼蚁 白龙逼问他玄聘之门的下落时 只能动用百分之一的神力 生怕一不小心就把狂兽战地弄死了 调查出玄聘之门的下落后 白龙联盟驾驭战舰赶往 通过玄聘之门 他终于回到了神武大陆 几经辗转 天行战舰终于在五天之后 回到了神须北方 这天深夜 被云雾笼罩的神须 一如既往的幽暗 天行战舰抵达荒山之巅 停了下来 刷 光影一闪 身穿白袍的季天行 从战舰内飞了出来 经过十个月的闭关疗养 他的伤势暂时压下了 神力也恢复许多 他换上了一身新衣 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只是 不满全身的猙獰伤口依旧未消 内附和神魂的伤势还需疗养 他的实力气息也很孱弱 他收起天行战舰 祭出了金色小塔 要带白龙和三头神兽进入神塔 看到他手里的金色小塔 白龙突然睁了一下 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呃 我好像干了件蠢事 白龙小声地嘀咕一句 表情有些尴尬 祭天行贴了他一眼 问道 什么蠢事 说出来让大家乐喝乐喝 三头神兽顿时来了兴趣 都瞪大眼睛望向白龙 露出浓浓的期待眼神 毕竟 在他们的认知中 白龙是件多事广 狡猾多端的家伙 从来没吃过亏 如今 他竟然承认自己干了件蠢事 这可是奇闻 白龙欲发尴尬了 苦笑着道 我早就该想到 师尊手里有神塔密钥 进入五行世界以后 只要师尊动用神塔密钥 我们就能瞬间回到神塔里 结果 我还在蛮荒大陆逛了十天 费心费力地调查悬聘之门 现在想想 那个被我吓尿的狂兽占地 真是遭了无望之灾 扑 哈哈哈哈 千月和黑龙最不给面子 顿时笑出了声 既天行也忍俊不惊 心笑了两声 就连最老实的兰坤 也忍不住偷笑了 见此情景 白龙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大家别笑 其实呢 我就是对蛮荒大陆好奇 才故意这么做的 我在蛮荒大陆游历十天 发现了很多兴起有趣的事 师尊 等您的伤势养好以后 弟子再为您一一道来 既天行收敛了笑意 点头道 好吧 姑且相信你是真的 出霸 他将神力注入金色小塔中 刷 小塔亮起了神圣金光 笼罩了既天行 白龙和三头神兽 下一杀 他们就从荒山之巅消失 进入九天十绝塔中 众人通过神塔第五层 很快就进入第六层 回到扭曲时空中 第2616章团聚 近五年时间 神武大陆的局势安定 季科和云瑶一直在神塔中 闭关修炼 努力冲击真神境 闲暇之余 两人一起教导陈辰和鸭鸭 指点他们修炼 季科掌控着九天十绝塔 当季天行和白龙等人 进入神塔 他第一时间就感应到了 他连忙唤醒了云瑶 一起来迎接季天行 这两年来 他和云瑶一直在担忧 期盼中度过 日夜盼望着季天行能平安归来 他们深知 法天族势力强大 强者如云 季天行只带了白龙和三头神兽 就敢去紫霄星找征南元帅报仇 肯定会非常凶险 但他们没有神剑 紧停肉身横度虚空 将会更加凶险 一旦出了什么差池 不仅有生命危险 还会给季天行添麻烦 更何况 五行世界也需要守护者 他们的坐镇神武大陆 才能掌控局势 因此 两人全横考虑了很久 还是决定留在神塔中 等待季天行归来 时至今日 五年过去了 季天行终于回来了 刷 没过多久 季科和云瑶就连妹而来 飞到季天行的面前站定 两人目光灼灼地望着季天行 从头到脚地打亮了两遍 见他平安归来 两人才卸下心头大石 总算松了口气 天行 你总算回来了 云瑶目光温润地望着季天行 清澈双眼中猛了一层水雾 目光惊亮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惊喜 还有一丝如是重负之感 季科也情绪激动地望着季天行 声音有些哽咽地道 天行哥哥 你能平安归来真是太好了 你离开的这五年 我和大师姐整天为你担忧 很长一段时间里 大师姐都心绪不宁 还好苍天有眼 你总算回来了 季天行点了点头 露出温柔的微笑 劝慰道 当初我不告而别 也是迫不得已 这五年让你们担心了 不过 一切都过去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一边说着 季天行张开双臂迎上去 要把云瑶和姬科涌入怀中 但就在这时 云瑶身后奔出个粉雕玉镯 身穿鹅黄长裙的小女孩 兴高采烈地扑进 即天行怀中 父亲 您总算回来了 压压每天都在想您了 小女孩生得貌美可爱 皮肤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衣着和气质都高贵圣洁 她有着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 剪了个齐刘海 扎了两根马尾辫 格外俏皮可爱 尤其是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童真无邪 不含一丝杂质 她满腔欢喜地扑进 季天行怀里 双臂搂着季天行的脖子 将头埋在季天行的胸前 十分轻腻 季天行的身躯僵了一下 旋即放松下来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微笑 还有几分慈爱之意 她伸出双臂抱起小女孩 手掌轻轻摩缩着她的脑袋 笑着道 这才五年多不见 鸭鸭又长高了哦 这个无比漂亮 可爱的小女孩 正是鸭鸭 她继承了云瑶的美貌和气质 遗传了既天行的美眼 才生得如此高贵可爱 不久之后的将来 待她长大了 并会成为名动天下的绝世美人 就在这时 又一位身穿紧袍 衣衫整洁的小男孩 从姬科身后走了出来 尽管她看起来只有四五岁 却生得异常英俊帅气 眉宇间还有几分冷酷之意 如冰山般高朗 她来到既天行面前 毕恭毕敬的鞠躬衣礼 用稚嫩的声音说道 孩儿恭迎父亲大人归来 这个犹如小大人的男孩 正是晨晨 既无恨 既天行伸出一只手 扶着晨晨的胳膊 将她扶了起来 仔细打亮了两眼 她便露出欣慰的笑意 点点头道 晨晨 看来你这五年没有懈怠 功力又有精进了 晨晨得到夸奖 心扯双眼中闪过一抹喜色 连忙拱手行礼道 父亲大人过奖了 这都是娘亲和二娘的功劳 是他们悉心指点和教导 晨晨才能有如此进步 二娘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表情有些古怪 这个称呼 让她略有些别扭和不适应 既柯听了也有些羞涩 别过头去没说话 道士云摇怕她窘迫 开口解释道 天行 虽然晨晨和鸦鸦是我们的孩子 但柯柯和我们是一家人 晨晨和鸦鸦也是她的孩子 她对两个孩子也是若几初 所以 我才让两个孩子这样称呼她 以母亲之礼相待 既天行这才是然 点点头表示赞同 鸦鸦一直搂着既天行的脖子 赖在既天行怀里不肯下来 众人说话时 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既天行 待众人说完了 她也看出端倪 顿时露出了担忧之色 父亲 您怎么受伤了 让鸦鸦看看您的伤势 一边说着 鸦鸦施展神童秘术 查看既天行的伤势情况 短短片刻间 她就看出了端倪 顿时渲然欲气 愈发担忧了 父亲 您的伤势竟然如此严重 不仅神区遭到重刹 浑身有两百多道伤口 连神魂也遭到了创伤 父亲 是哪个狠心的坏蛋 竟然把您打伤成这样 虽然鸦鸦的年龄还小 实力也只有度洁净 可她天生具备许多天赋神通 神通秘术正是其中之一 遗传字迹天行 她眼泪汪汪地望着迹天行 可爱的小脸上布满了关切和疼喜 云瑶和姬科自然看出 既天行受了伤 连忙劝慰道 呀呀 父亲这次去了星空另一端 去某个星辰上对付恶人去了 虽然父亲受了重伤 但她是永远不败的 她很快就会好起来 陈辰也为既天行感到担忧 双目中露出愤慨之色 握紧了双拳 与其坚定地道 父亲 孩儿虽然年幼 也愿助您一臂之力 诛杀穷凶极恶之人 见此情景 既天行连忙摆手 微笑着道 压压沉沉 你们不必为父亲担忧 这点伤势对我来说 算不了什么 我被舞者 生于心风险雨中 必将崛起于刀光剑影之下 不经历风雨坎坷 不承受苦难和凶险 又怎能成常为盖世强者 立晚清天 第2617章局势 听了既天行这番话 云瑶姬科和白龙都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 晨晨和鸦鸦非常聪慧 也明白他的意思 都点头表示记下了 一家人团聚 其乐融融地续谈一阵之后 才分散开来 云瑶和姬科带着两个孩子 继续回去修炼了 既天行独自找了楚屁镜之地 开始闭关疗伤 白龙和三头神兽 在外奔波 厮杀了五年多 也有些疲倦了 都闭关休养去了 有趋时空中恢复了安静 时间正以五十倍的流速 无声地流逝着 以既天行的重伤程度 正常情况下 至少的四十年才能痊愈 但他拥有大量神丹 还有海量的原石 在神丹和原石的辅助下 他的伤势快速恢复 速度快到不可思议 他估计最多十几年之后 就能彻底痊愈了 原石的神奇功效 当真是不可思议 拥有海量原石的幸福 也不是他人能够懂的 比如伐天大地 早就对原石垂涎三尺 却又渴望不可求 好不容易擒拿了既天行 却又让既天行 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这一年多来 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邪火 无法散掉 哪怕他闯入紫消星 以霸道无敌的姿态 秒杀了几座大陆的武神 哪怕伐天帝师 带领众多武神和护卫 占领了五座大陆 等于掌控了整个紫消星 伐天大帝还是高兴不起来 这次来紫消星 他带的人手还是太少了 只有伐天帝师 三十六名武神境的护卫 以及两千名武圣境的黑甲战士 这么点人手 根本不够掌控五座大陆 他们只能先控制各个神国的领袖 将诸多种族和势力的首领变成傀儡 接下来 他们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掌握紫消星 当然 他们还需要大批量的伐天精锐 伐天大帝只能下达御令 召集睁南元帅的旧部 火速赶往紫消星 在紫消星周边 上百颗星辰之内 散落招数十名武神境的舰长 数千名黑甲战士 当初继天行杀尽紫消星 诸杀征南元帅 摧毁伐天神功之后 这些人都四散而逃 他们散落在各个星辰上 有的躲藏起来 有的还在杀戮作恶 收到伐天大帝的御令之后 他们都异常激动 满腔齐带地赶往紫消星 只不过 这些舰长和黑甲战士们 要全部赶到紫消星 至少的一年多之后了 与此同时 法天大帝还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当初 郑南元帅占领紫消星之后 曾给他发过传讯 汇报紫消星的情况 郑南元帅提到 顾紫消洞这个地方 称其是紫消星的神圣之地 最神妙的秘境 其中不仅神力充裕 修炼资源丰厚 还潜藏着巨大的秘密 只可惜 郑南元帅的实力不够强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 如今 法天大帝占领了紫消星 他也想进入紫消洞 看看秘境中有什么奥妙与神秘之处 但是 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法天大帝竟然找不到紫消洞在哪 苦思无果之下 他让法天帝师去调查这件事 法天帝师言行拷问了十几个强大种族的领袖 总算打探出消息了 传说中的紫消洞 是紫消天尊的洞府 这个秘境非常神秘 地位崇高 其入口 据说位于苍穹之上 无尽云海之中 但是 入口具体在哪里 便没人能说得清楚了 毕竟 各大种族的领袖和首领们 也不曾进入过紫消洞 那些有资格进入紫消洞的神主们 也早就战死 被法天族斩杀了 法天大帝很郁闷 他让法天帝师主持大局 独自飞到高天上 在茫茫云海中搜寻着 紫消心广阔无比 他想在无尽云海中 找到紫消洞的入口 无疑是大海捞针 更何况 既天行还在紫消洞入口 布下了两道天神大阵 一道是弥宗大阵 一道是封印大阵 这让法天大帝怎么找得到 就算耗费几年时间 终于找到入口了 也未必能破解天神大阵 不知不觉 三个月过去了 而扭曲时空中 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半 既天行闭关修炼了这么久 借助大量神丹和原石的帮助 伤势终于痊愈了 他的神力恢复到巅峰 受创的神魂也被治愈了 当他结束闭关之后 云瑶和姬科都闻讯赶来 夫妻三人齐聚 开始商议大事 云瑶率先说道 天行 之前你有伤在身 急需闭关疗养 我们也没有多问 李这次去紫消心 结果如何 姬科满腔期待地望着他 问道 天行哥哥 是谁打伤了你 竟让你受了那么重的伤 应该不是蒸南元帅 他绝对没那个实力 记天行点点头道 当初我抵达紫消心 正好赶上万国神会 便设法混进去 用计谋扰乱了一座大陆 后来 我与紫消心的守护神兽 金鹏联手 诛杀了蒸南元帅 上百位来自各族的武神门 也跟法天强者们厮杀大战 同归于尽了 我们好不容易驱逐了法天族 让紫消心恢复和平 可是 短短三年之后 法天大帝就御驾清征 抵达了紫消心 听到这里时 姬科和云瑶都猝起眉头 双目中露出了浓浓的惊讶之色 法天大帝 他竟然被惊动了 天行 你跟法天大帝交过手 你是被他打伤的 这不应该啊 法天大帝野心勃勃 妄图掌控三千世界 怎么可能会关注到紫消心 而且 法天族在其他心域 离紫消心域很远 就算他得知 真男元帅被杀 敢去紫消心复仇 也没那么快啊 两女既震惊 又感到疑惑 既天行微微汗手 面色凝重的道 法天大帝实力超群 已经达到了半部天神境 他的作戒也是天神级 身旁还跟着一位 真神境六众的强者 是法天族的帝师 他之所以亲自赶往紫消心 不是要给真男元帅报仇 而是冲着原石来的 真男元帅早就把有关原石的消息 禀报给法天大帝 我怀疑 法天大帝是为他背后的神灵办事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原石 第2618章揭秘之旅 法天大帝是冲着原石来的 就连他背后的神灵 也对原石很感兴趣 云瑶和姬科的表情 都变得有些沉重 不用记天行解释 他们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如此说来 五行世界的末日要到了 法天大帝肯定会追查到五行世界 为了得到原石 不择手段 祭天行点了点头 神色平静地道 呵呵 原石的逆天功效 让我都为之心动 更何况上界的神灵 任何一位神灵 只要见识到原石的神奇功效 都不会放弃 毕竟 原石对天神 神君和神王都有很大的弊意 祭科的心情愈发沉重 满腔忧虑地问道 天行哥哥 五行世界的处境更加凶险了 我们该怎么办 若是伐天大帝率领大军杀来 就凭我们三个人的力量 如何能抵挡 云瑶虽未说话 却也是同样的想法 目光忧虑地望着祭天行 祭天行摆了摆手 是以他两不必忧心 劝慰道 法天大帝并不知道五行世界的具体位置 想要找到这里 至少还得几年时间 目前看来 我们没有任何胜算 只能拼命提升实力 才有一线生机 不过 还有几点疑惑 我们得尽快弄清楚 云瑶和基科一口同生地问道 什么事 祭天行耐心地解释道 第一点 在紫消心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 诸天万界都被天道规则限制了 在凡间永远不可能突破天神境 除非是飞升到神界去 但五行世界不同 在上古时代曾出现许多神灵 有天神 神君和神王 神虚中的众神灵源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听到这里 云瑶和基科对视一眼 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你的意思是 五行世界并不是普通的凡人世界 天行哥哥 难道五行世界不受天道规则的限制 既天行又接着说到 第二点 原石是一种强大的神石 对所有神灵都有用 甚至不分种族和力量属性 如果五行世界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世界 凭什么产出原石这样的神物 云瑶和基科的眼神更亮了 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没错 原石的出现 更加佐证了五行世界并不平凡 天行哥哥 还有一点 五行世界被神灵封印了 其他的凡人世界 应该没有这种情况吧 既天行点头道 柯柯说的没错 只有五行世界被神灵封印了 最是特殊 还有第三点 当初我们在地心海洋里 发现了原石的出处 同时我们还在地心深处 找到了一座崩毁的上古神殿 那是某位神王的洞府 其中有一座大阵 现在还能使用通往域外星空 云瑶最是聪慧 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语气肃然的道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地底 五行世界的秘密 很可能就藏在地心深处 既天行露出了满脸微笑 点头道 没错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进入地心 解开这些谜底 说完之后 他深深地看了云瑶一眼 问道 瑶瑶 你继承了瑶光女神的记忆 按理说 瑶光是上古众神大战的主宰者之一 而五行世界被神灵封印 也是上古神战之后的事 你好好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线索和可疑之处 云瑶轻轻地摇头 满脸遗憾地道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也在努力拼凑复原瑶光女神的记忆 但是那些记忆都像是消失了 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有关瑶光女神的记忆 全都是一些修炼之道 有阵道 单道 练气 符咒 等等 全都是与神道修炼有关的 唯独没有上古神战的记忆 既天行微微汗手 有些遗憾的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只能从源头调查 一点点揭开谜底了 三人打定了主意 就准备前往乾隆深渊 在出发之前 云瑶找到陈辰和压压 叮嘱他们安心修炼 既天行也叮嘱白龙和三头神兽 留在神塔中闭关 努力提升实力 继科也发出几道传讯 下达命令 安排神国的证悟 三人都明白 此次前往地心深处 不知要耽误多长时间 必须先做好安排 几个时辰之后 三人连位离开神塔 朝天行神国赶去 仅仅两天时间 他们就抵达天行神国的北部 进入乾隆深渊 穿过漆黑如墨的深渊 三人很快就进入沿江海洋 来到地心动人族的领地 尽管十几年过去了 地心动人族沉浮之后 便不敢生出一心 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劳作 他们按照机科的命令 有计划地开采原石矿 每年都要上缴固定数量的原石 如此一来 地心动人族的压力大减 他们不会太过疾苦 但要按时定量地完成任务 当纪天行三人抵达地心神殿时 巴哈组长带着大祭司 连忙赶来迎接 态度十分恭敬 时隔多年 他们体内的神魂印记 依旧没有消除 仍然对纪天行忠心耿耿 除非纪天行主动解除印记 或者死了 否则 他们永远都是纪天行的奴仆 纪天行对巴哈组长的表现很满意 加讲几句 勉力一番 便带着云摇和鸡科离开了 接下来 三人穿过几十万里岩浆海洋 抵达那座原石矿山 神秘的黑洞 位于原石矿山内 既天行三人解开黑洞的封印阵法 顺利进入黑洞中 站在空旷的山洞里 三人望着前方那座巨大 维俄的古老神殿 都露出了期待的眼神 地底深处 竟有一座上古神王的洞府 也不知道 上古时代的五行世界 究竟是何等景象 云摇默默呢喃着 双眼中闪过一抹憧憬 既天行露出一丝微笑 满腔期待的道 再次探索这座古老神殿 希望能有点收获 既刻争了一下 语气复杂的道 天行哥哥 我想起上次来这里 小白突发奇想 提出了一个假设 他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在上古时代 五行世界和神界 龙界一样 都是永恒存在的主世界 但是 经过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这个世界才跌落为凡人世界 当时小白这么说 我们还觉得荒诞 现在想想 小白说的不无道理 第2619章神军集 关于五行世界的真实身份 三人都有所期待 再次来探索这座上古神殿 也是为了解开谜底 既天行当先跨过黑石广场 朝着维俄的上古神殿走去 神殿的两扇黑石大门 原本有神镇封印 但既天行上次来 就已经将其破解了 他伸手推开巨大沉重的石门 带着云瑶和基科进入第一层大殿 大殿里漆黑无光 并念布满了灰尘 四周散落着碎石和倒塌的雕像碎块 既天行一边往大殿角落走去 一边解释道 上次我们来 已经搜查过神殿的第一和第二层 可惜 在神殿第二层 我们就被神镇传送到星空中了 这次来 我们要探查神殿的第三层 云瑶和基科点头表示明白 三人进入大殿角落的暗门 穿过一条漆黑的通道 来到神殿第二层 第二层跟第一层的格局相同 中间是宽阔的大殿 四周连接着几条通道 和二十多个房间 在大殿的正中间 有座百米高的漆黑石台 石台上刻满了镇法纹路 以万千勾获形成一座神镇 上一次 既天行等人就是通过那座神镇 传送到了域外星空 这次既天行不打算启动神镇 他和云瑶 基科分开 开始搜查大殿四周的房间 大多数房间都紧闭着 如同密室只有一道门户 没有窗户 但少数房间的门开着 屋内一片狼藉 布满了灰烬和碎石 还有两个房间 用神镇封印着 时隔数万年之久 神镇早就力量衰竭 没多大威力了 既天行三人用了两个时辰 才把二十多个房间搜查完毕 聚在一起之后 三人交流搜查结果 我查了九个房间 没什么有价值的收获 大多数房间都是密室 里面布满了灰尘 只有一些古老的浮雕和文字 就算是那间有神镇封印的密室 里面也没什么陈设 只找到一些风化成灰的浴蟹 我搜查了七个房间 也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或许那些密室里 曾经存放了修炼资源和神石 可是 我只找到很多碎石渣 和一堆又一堆灰烬 我搜查的结果 和你们基本一样 时间太久远 这座上古神殿还经历了大战 许多痕迹和线索都消失了 三人心中有些失望 只能离开第二层 在大殿左侧角落里 几天行找到一座暗门 他施展神童秘术 看清暗门上的神镇 只用了几个时辰 就将其破解了 毕竟 那座暗门上的镇法 只是一座天神级镇法 打开暗门之后 三人穿过一条漆黑的通道 来到神殿第三层 第三层的格局 跟前两层大同小异 中间是宽阔 黑暗的大殿 周围有四条通道 十八间密室 大殿的正中间 仍是一座高台 上面刻满了神秘的镇法纹路 云瑶本想去研究那座神镇 却被济天行拉住了 别管那座神镇 没准又是一座传送大镇 能把咱们传送到虚空中 先看看周围的密室吧 看能否找出什么线索 云瑶点头表示明白 三人分开行动 搜查大殿周围的密室 每间密室都是石门紧闭 被神镇封印着 济天行选择了一间密室 运用神童密术 仔细观察石门上的镇法 两刻钟之后 当他看清了镇法的脉络与构造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只因 石门上的封印神镇 拥有几千万条脉络 可衍生出两亿种变化 复杂到极点 这不是天神镇法 分明是神军级的镇法 一张石门只有杖鱼高 施法者却能在此布下神军级镇法 其实力和镇道造义 肯定是巅峰神军 甚至有可能是神王 当年的剑神 以神王进的实力 能在巴掌大的预检中 布下神王级大镇 那镇法拥有三亿脉络 能衍生出九亿种变化 可那是他巅峰时期 如今的季天行 只有真神尽实力 根本不可能完成 甚至 连破解石门上的神军级法阵 也是机会渺茫 云瑶和姬科也观察了两间密室 看出了端倪 纷纷开口提醒 天行 我这间密室的封印镇法 好像不是天神级的 天行哥哥 我这间密室的镇法 竟然是神军级法阵啊 虽然 纪天行前往紫霄星的五年里 他俩在神塔中闭关了两百多年 他们的实力都突破到真神 目前都处于真神一重镜 但他们对神军级阵法束手无策 只能回到纪天行身边 商量对策 天行 这些密室用神军级阵法封印着 显然藏有重大机密 天行哥哥 你有把握破解神军级法阵吗 纪天行摇了摇头 面色平静地道 我只有真神尽实力 哪怕知道军级神阵的破解之法 力量也达不到 好在 这些神阵的年代久远 威力衰弱了八九成 我们三人联手 再加上原始补充神力 应该有希望 听他如此一说 云瑶和姬科都露出期待之色 眼神中焕发了希望 他俩也不耽误时间 联手运功施法 协助纪天行破解神阵 纪天行在他俩的帮助下 神力变得异常雄魂浩荡 不断施法打出神光 没入石门之中 时间无声流逝 很快 两个月过去了 既天行连续施法百万次 神力终于耗尽 云瑶和姬科的神力也近乎枯竭 于是三人借助大量的元石 快速补充神力 一晃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既天行足足用了四个月 才把石门上的神军 击法阵破掉 阵法消散之后 石门震动了几下 落下扑速速的灰尘 弄弄弄 既天行伸手推开沉重的石门 一股强大的浊气迎面冲出来 吸着滚滚的灰尘 三人连忙避让 用神光护体挡住了浊气的侵蚀 待烟尘散尽之后 三人才进入密室中 方圆百丈的密室里 一片冰冷漆黑 密室里空荡荡的 唯独中间矗立着一座 三丈高的漆黑石碑 石碑上没有文字 只有密密麻麻的文路 十分怪异 云瑶和姬科盯着石碑打量许久 也看不出各所以然 奇怪 密室里放一块石碑是什么意思 难道石碑上记载了神功秘诀 第2620章十八神殿 不是神功秘诀 这还是传颂阵法 记天行盯着黑色石碑 语气平静地道 记客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下意识问道 天行哥哥 你还没试过呢 怎么如此肯定 记天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并不回答 因为 在剑神墓中 也有十八块黑色的墓碑 起初 墓碑上是有修炼功法和秘诀的 后来就变成了连接神兵阁 天书阁 神耀阁 等秘境的通道 剑神墓是他当年设计的 其思路和灵感 来源于上古时代的某些传说和秘文 而如今 在这座上古神殿之中 他经过不懈努力 破解军级神镇 也看到了一块石碑 所以 他才能猜出石碑的功效 云摇盯着黑色石碑 促眉问道 天行 那你能否猜到 这座石碑会通往哪里 既天行想了一下 微笑着道 可能是某处秘境吧 比如 神殿主人的炼丹房和炼气房 机科顿时双眼一亮 满腔期待的道 若真是如此 那咱们岂不是有希望得到王级神丹 还有王级神器 咱们服了王级神丹 实力必定暴增 再拥有王级神器 战斗力也会提升几十倍 到时候 就算罚天大地杀来了 咱们也能将其诛杀 不等他说完 既天行就伸手捏了捏他的俏脸 心笑道 多大的人了 还整天做梦呢 若是真如你想象那样 那你就是我们的福星 说吧 他会长打出棒驳的星辰神力 注入漆黑的石碑中 刷 石碑顿时亮起了星辰荧光 上面的无数纹路都变成了银色 转眼间 星辰荧光就吞没了既天行 云摇和积科 三人当场消失了 逆势恢复平静 刷 荧光一闪 既天行三人凭空出现在一座岩石山上 这座岩石山通体漆黑 却并不冰冷 反而有些温热 池山足有方圆百里 全都是精纯的原石矿 三人环顾四周 看清周围的情形后 顿时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只见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的岩浆海洋 通红剔透的岩浆 正在缓慢地涌动着 升起汹涌的火焰 释放着无比恐怖的高温 而三人脚下的原石矿山 纹丝不动地矗立在岩浆海洋中 就像生了根一样 哪怕岩浆海洋的温度再怎么恐怖 也无法融化这座原石矿山 那种接近透明的红色火焰 乃是货真价实的地心神焰 不论武神强者还是需神器 一旦被地心神焰包裹 都会被烧成灰烬 幸好纪天行三人都是真神 利用神力护体 尚能抵挡地心神焰的威力 纪天行看了看脚下的原石矿山 又看看周围的岩浆海洋 皱眉说道 这里似乎更接近地心 已经出现了地心神焰 就算是地心动人族 也无法在这里生存 肯定会被烧成灰烬 云瑶释放神势 向头顶上方延伸出万里 探查片刻后 他有些惊讶地道 之前我们所在的上古神殿 在地底两千里身处 而这片岩浆海洋 离地面竟然超过了万里 超过万里 既天行挑了挑眉头 也释放神势向上方眼神 片刻后 他的表情有了变化 更加惊讶地道 我的神是延伸三万里 也才勉强触碰到地面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在地下三万里 上古神殿里的传送阵 竟把我们送到了地底更深处 就在这时 即刻突然指着原石矿山的中间 语气惊喜地道 天行哥哥大师姐 你们快看 那里也有一座神殿 既天行和云瑶连忙转身 果然看到原石矿山的中间 有一座高达千丈的黑石宫殿 那座宫殿站第二十里 异常雄伟壮阔 在雄雄神艳的映照下 古老的黑色神殿 散发着神秘 唯厄的气息 走 我们过去看看 既天行带着云瑶和基科 飞到黑色神殿的大门前 三人仔细观察了许久 逐渐看出端倪 这也是一座上古时代的神殿 应该是某位神灵的洞府 距今至少有四万年历史 神殿的黑石大门 由军籍神镇封印着 不过 年代太过久远 神镇又遭到地心神宴的不断侵蚀 威力早就衰弱到极点 神殿的大门上 刻画着许多镇法纹路 还有一个简单的火焰符号 既天行和云瑶 基科联手 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就破解了大门上的军籍神镇 随后 三人进入神殿中 探查神殿里的情况 第一层是大殿 漆黑死吉 地面铺了很多灰尘 散落着大量碎石与灰烬 第二层也是大殿 周围有许多房间 好在 那些房间都没有布置镇法 又或者 曾经是有镇法的 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溃散了 一天之后 三人把整座神殿搜遍了 并未找到什么神器 神丹和神功秘诀 也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唯独引起三人注意的是 那个简单又特殊的火焰符号 在神殿里出现了十几次 三人满怀希望而来 却只能失望而归 通过神殿第三层的传送大阵 他们又回到了离地面两千里的上古神殿 仍在那个密室中 奇怪 这座上古神殿 为何要连接地底三万里的某座神殿 既天行皱眉私存着 总觉得有些古怪 云瑶劝说道 这里还有十七间密室 咱们逐个探查一遍 或许能找到线索 于是 三人又前往第二间密室 他们耗时两个月 联手破解了石门上的军级神阵 打开石门之后 便看到密室中间 只有一块漆黑的石碑 又是一块石碑 即天行打出星辰神力 注入石碑中 刷 石碑亮起了星辰光芒 将三人一起吞没了 下一刹 三人又出现在地底三万里深处 落在一座空旷的山洞中 灰褐色的山洞里 也有一座古老 维俄的神殿 同样是用原始打造而成 三人在这座神殿里 耽误了一个多月 把整座神殿搜查一遍 并无多大收获 只是在神殿之中 经常见到一个古怪的剑形符号 离开这座神殿后 三人回到原始 继续探索其他密室 接下来半年 他们陆续开启了三间密室 结果都是一样的 每间密室都有一块石碑 连接着地底三万里的某座神殿